今天这个是我们上任小班的2021年的第一期 因为我的课一般那个拖的时间 就是说整个课程的时段是比较长的 我一般其他的小班课 大概一般是一个月开一期左右 我一般是一个月一个半月到两个月左右开一期 所以因为整体来说 BQ课的那个准备的功夫还是比较大的 然后同学们就是自己回家之后 因为我会给你们每一节课我都会给一些问题 然后同学们回家之后的思考 或者说自己要写这些稿子什么的 也都是相对比较大的 而且大多数同学还有各种各样的考试冲突什么的 所以到现在为止 这是我们2021年第一次开这个课 然后我也针对就是说 从2020年下半年或者年底附近 到现在的一些面试情况的改变 做了一点课程的改版 所以这一节课会跟上一期的课的课程内容 有一点稍微的不太一样 跟第一期的内容也已经差得挺远的了 好 然后首先我们来说行为问题 因为我们这个班叫做行为问题和职场沟通技巧的小班 然后什么是行为问题 是说你行为有问题吗 不是的 那个是说我行为有问题 我有神经病吗 也不是的 不是这个意思 我们说行为问题 它是叫做behavioral question 它是翻译字behavioral question的 其实它是一个行为方式的一个考察 behavioral question 我们就把它简称首字母 就是简称了BQ 然后为什么要面behavioral question 那这种面试是有最早最早 它其实是由金融公司这边 就是传统行业这边创造出来的 也不是说金融公司吧 就是传统行业 金融啊 咨询啊 还有那些所谓什么世界500强啊 它为什么要这么去面试呢 因为它觉得人的行为是有规律的 你就是所谓的三岁看老 它觉得你这些行为的规律 可以从你们过去的行为当中去总结出来 总结一个pattern 这个pattern其实很多时候 大家都是学理科的 或者说你们都即将进入一个 计算机也好 还是说统计也好的 或者说那个数据科学也好的一个行业 那大家都知道统计学是一个很有用的一个东西 对吧 因为统计学能让我们看到规律 能让我们看到一个未来的趋势 那这里的behavioral question也是类似的 他想面试你的时候 他就是想从你过去的一些行为的模式里面 去判断你这个人在统计学上 做事情一般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呢 根据你这个做事情一般是什么样子的 他就会觉得说 那个来判断一下 你来预测一下 你将来在入职之后 工作里面你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所以他就会问这种很多的behavioral question 当然现在有一些公司的面试 比如说Google的面试 他会比behavioral question要多一种 叫做hypothetical question 这个是什么 我们一会会提到 behavioral question的整体来说 我们先说behavioral question 因为它是整个 现在目前的面试环境 或者说市场里面 考的最多的一种形式 behavioral question就是讲那个 我要你讲你过去的故事 什么tell me about a time when 其实大家很多都已经见过这种 这类似的问题了 或者说give me an example of 我什么什么什么的 对吧 然后像这种一夜之秋三岁 看老的好事 那我通过一个面试 我就能猜到你大约是个什么样子的人 肯定是要把他变成面试 来筛选人的嘛 所以那我们常见的一些题有什么呢 比如说牛逼就场型的 跟我讲一讲 tell me about a time that you went above and beyond a customer's expectation 就是above and beyond是说什么呀 就是说customer觉得 你要做一个AAA 然后呢你不仅做了AAA 你还做了BBBB extra的东西 额外的一些东西 你超过了customer的预期 这就是above and beyond 你把一件事情不仅做到了customer要求的85分 你还做了95分 然后那这就是一个很好的above and beyond的一个例子 这种问题其实大家或多或少的都会有一些 答的就是能找到的例子 当然有一些同学啊 他可能会觉得 哎呀我感觉我好像都是老师布置给我任务 我就把它完成了就行了 我也没有做什么above and beyond的事情 我没有说我没有做一些比如说拿附加分的事情 那这种同学 我们怎么去答这种题呢 我们这个小课里面小班课里面是会有讲的 我们简单给大家透露一下 就是说你在你做过的这些事情里面 你去画一条线 这个线画在哪里 你的above and beyond的就在哪里 所以大家不要去担心说 我好像没有拿过什么附加分 我没有超过我们老师的要求 我们那个什么领导的要求 我好像只做了他们要我做的东西 老板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不要担心我们小班课里面会帮你把这个经历 包装成是一个above and beyond的的例子 然后同时呢 当然这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包装 我会真的让你感觉到 就是说你的这个项目里面 其实你做的比较好的东西是哪里 然后有一些东西你确实是做的 已经超过老板的预期的 可能你自己都没有意识到 因为之前有很多的同学跟我说 他们做了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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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我觉得这个我是不是还可以 我是不是这个地方做的其实不够好 我说不是啊 你这个地方其实做的已经非常不错了 然后事实上是 你老板的要求里面是没有包含啥啥啥的 可是你把这部分都做了 那你没有注意到对不对 你把这部分都已经cover了 然后那个同学就发现 哦其实我还是很棒的 然后最后这种自信心的改善是非常多的 好这是一部分 所谓就是说你超过了预期 你救了个场对吧 然后第二部分呢 就是说啊 tell me about the time that you disagreed with a manager with a senior member or a manager in your team on an important decision 就是你跟你组里的组员意见不一样 你不一样呢 你不会因为他是一个 senior member 啊就觉得说 或者说他是因为你是 是你的 manager 你就觉得哎呀 嗯他说什么 那我就听吧 而是你主动的去 disagree 了 你主动的去表达了你的不同的意见 为什么你要表达你不同的意见 因为你觉得这是对的 为什么你觉得这个地方是对的 啊这个里面就会涉及到很多的利弊分析 涉及到你对这个公司的价值观的理解 涉及到你对整个啊做一件事情 你的三观的这样的一个啊 就是一个理解和一个讲述 对吧 然后这个过程中 你就去啊 因为你有这样的一套价值观体系 所以你觉得这件事情要做对的话 它不应该是这个样子 你就提出来了 这就是所谓的不服就干的这样一种case 这种case 其实大家在面经里面啊 在各种各大论坛上的面经里面 其实也会见到挺多了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也就不去多探讨 这个题该怎么答 因为我们后面过一会儿 啊会有一个类似的题目 啊对 其实那个类似的题目是 维造的可能性哈啊 anyway 然后呢 啊第三个类型的 就是说讲你过去的失败的经历啊 然后tell me about a significant failure in your professional experience 为什么要讲 significant failure 为什么他要关心你过去失败的经历 其实这个地方 他想考察的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 之前我们大家都听过了 无数遍的那种烂掉的理论 失败是成功之母 他想看到你从这个失败当中学到了什么 然后呢这个失败 我要选一个什么样的失败呢 这里很多时候是有一个坑的 你选了一个 你把公司都给炸掉了的失败 那肯定是不太好的 对不对 你选了那么大的 虽然说他这里说了significant 对吧 但是你也不能把公司整个给搞炸了 你公司都没了 那虽然说你学到了东西 但你公司毕竟是没了呀 那人家敢招你吗 肯定是不敢的 所以呢 significant 你不能大到说 真的把公司整个给炸没了 但是你又不能小到说 我就是写错了一个typal 然后这个typal呢 就是我的significant failure 那人家也会觉得说 你这个有点太不真诚了 一个typal算啥呀 所以这个significant 要在哪里 对吧 我们大家都知道 就是看完面积 我们都知道说 这个地方是要learn a lesson 是要去学习一个成功的经验 可是这个significant 到底要多大 才算significant 怎么去衡量 然后以及我这个故事里面 这个失败到底是算太大了 还是算太小了 那如果说你的故事里面的失败太大了 我可以帮你美化一下 把它变小一点 或者说 你这个故事里面的失败比较小 那我可以帮你变大一点 这个东西 我们在小班课里面 是会根据每个人去调整的 所以 这个地方呢 我也不去多讲这个题 到底该怎么答 因为大家其实都知道该怎么答 对吧 就是想让你讲一个失败的经历 然后去学一下 这个就是what lesson did you learn in this process 然后这个地方的难点 其实在于 你要怎么去定义这个significant 你要怎么向面试官去说一个 听起来其实挺大的 但是又不足 又不足以让你把公司 炸掉到这么一个故事 对吧 然后呢 第四种 也是一个 大家在亚麻的面经里面 会经常看到的一个题 就说 Tell me about a time that you made a decision without consulting manager 那为什么 然后你做了一个决定 你不要去 问你的manager 要不要这样做 consulting什么意思啊 询问你老板的意见 你不去问你 你不去询问你老板的意见 你就直接自己做了个决定 亚麻为什么要让你讲这个东西呢 当然大家都知道 亚麻有他的14条的 leadership principle 我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我们到后面 就是到正式课里面 会有一个详细的去分析 亚麻的14条leadership principle 他都是想考些什么 他的每一条 最在意的点在哪里 但是试听课里面 为了节省时间 我们不去啰嗦这些东西 对吧 大家都知道 亚麻是有14条 这14条里面 他有一条 大家可以去搜一下 叫做bias for action bias for action 就是说 你要在速度很快的 去做一个决定 你要在那个 when speed was critical 他里面 when speed is critical 他有一个这样子的一句话 就是说 当速度非常非常重要的时候 你要去做一个决定 然后呢 你不要去 worry 你不要去担心 这个决定会不会造成什么 很大的那种 很坏的影响 因为他里面 同时还有提到一句话说 many decisions are reversible 大概这样的一句话 就是说 很多的决定 都是可以逆转的 都是可以 那个被盗回来的 那就是如果说 你做错了 你也不用太担心 所以亚麻是想看你 这个人做事情 是不是比较果断 这个其实 我觉得大家在看面经的时候 很多时候也已经意识到了 就是说这道题 就是考那个面经 可是里面这个题面有一些坑 什么坑呢 就是你为什么不咨询你老板呢 你好好的你不咨询你老板 你还想逆天了是不是 对吧 这个地方 你是不是要讲清楚一下 为什么要不咨询你老板 然后你不咨询你老板的话 你又是怎么做的这个决定 你在这个中间 为什么觉得你这个决定是对的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还会不会做这样同样一个决定 为什么你还会做同样的 或者说为什么你会做一个不一样的决定 你觉得还有什么可以improve的地方 这些东西就是这个问题里面的坑 那我们在小班课正式课里面 去讲这个题的时候 那就是说大家都能从面经里面看到说 我知道这个地方是我要做一个决定 我要果断 那我怎么能去果断的做一个决定 我怎么去保证我在这种果断 又比较快速的情况下做出来的决定 是一个好的决定 那我们小班课里面会给提到 好 然后刚才那些是一些比较常规的题 接下来就有一些不太常规的题 但是大家不要觉得这些不太常规的题 我没有见过就是 这就是洛颖老师大家拿出来来吓大家的 不是的 这些题目呢 是我通过我自己和我的一些朋友 我们总从各大公司的真题库里面 总结摘抄出来的 既然它在各大公司的真题库里 那它就有概率出现在你的面试里 对吧 然后这些公司呢 还都是基本上都是1到1.5线的大型的科技公司 所以呢 大家在某一个时刻 可能都是会遇到这些题的 那我们来看一看 比如说 第一道题 它说你组织了一个team event 对吧 然后接下来你组织了之后呢 有一个team member 他就不想参加 因为他propos的那个idea没有被选 那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办 所以我少打了一句话也打不下了 就说最后的这少的这句话 就是说 what would you do in this case 你组织了一个活动 然后因为有一个人 他的想法没有被采纳 他就不想来 不想来这个event了 那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办 我们来看看同学们 有没有什么问题 就是大家对这个题 有没有什么想法 不是有什么问题 问题我们过会讲完 这一个slide之后 我来答应 我已经看到有同学在chat里面 有就是有想法了 那我们同学们 如果对这道题有什么 想愿意拿出来讨论的 或者想跟不跟我聊一聊 看看说我的想法行不行的 那这样的话欢迎举手 看看有没有同学想来答一下 我们希望说试听课上 大家其实踊跃发言一点 因为试听课嘛 反正就是一个讨论的过程 然后我这个里面 也会有很多的讨论的过程 过会儿 过会儿还会有 那个两道mark的题目出来 其实大家不用特别羞涩 因为那我们先来说一下 就是刚才有个同学 在chat里面提的问题吧 老师有没有做过BQ的面试官 我有做过 我面我目前是在那个一线公司 目前我的公司 我只待了一年左右 但是呢 我那个之前 我面过很多的BQ的同学 然后在目前的 这个一年左右的公司里面 我也已经面了四个以上的 对 在我已经面了四个以上的 那个同学了 然后我面过算法 也面过BQ 整体来说呢 就是这个同学继续有问说 BQ面试评判标准 有多么的客观 BQ面试评判标准 你真的说客观吗 我觉得不是说特别的客观 因为每一个面试官 肯定会有自己心里的 就是说 他自己有一些主观的标准 就比如说有些面试官 他可能会比较喜欢那种 aggressive 或者说特别ambitious 我们用这个比较有野心的这个词 他会比较喜欢就ambitious一点的candidate 而有一些面试官可能会相对比较喜欢那种 说话不怎么冲 但是然后又特别友善 然后整体来说就非常的 led back 就比较佛系的那种candidate 这些东西是面试官的个人的偏好 但是我们在面试培训的时候 公司确实是有明确要求的 就是说大家去判断一个candidate的时候 尽量要避免自己的这些主观的判断 然后尽量去把就是关注点放在candidate 所说的这些事例里面 这些example以及candidate给的solution里面 就是去看这个candidate的solution和example 有没有体现公司所要求的这些values 这些公司所谓的要求的values 就是公司的价值观 还有公司的文化的一些体现 所以也就是说 我是认为面试官有一些主观的成分在里面 但是在面试的过程中 我们会被要求去撇开自己的这些主观的成分 然后去关注candidate的这些做法 还有他的一些解决问题的办法 是不是符合公司的文化要求 那公司的文化要求怎么去看呢 就比如说像亚麻 他的文化就是大家已经众所周知的 是他的14条的leadership 所以他整个的文化就是说 你需要很有领导力 换句话说 从亚麻那14条来看 其实他换句话来说 是亚麻是一个狼性的公司 你需要是一个狼性的人 你需要是一个很有领导力的人 你才就是很符合亚麻的 这样一系列的文化的要求 所以就是不管你平时 是不是一个真的是这样子的人 你在亚麻去面试的时候 也不管面试官会不会喜欢这样子的人 他在面试的时候 他要看的就是 你得展现出亚麻所希望你有的这种 就是这种品质 也就是你会 你会需要有领导力 你会需要你很有狼性 好就是这样 然后我看到那个 有个同学说 我在这道题里面会礼貌的邀请他 然后告诉他这个event的主要内容 会很有趣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想法 好然后那个还有一个同学说 我觉得可以拉高一个高度 说一下一个event不仅仅是玩一个specific的游戏 或者说活动的event 而是一个social的机会 让大家互相认识互相了解 这个对于以后的工作当中有很多的帮助 我觉得这两个就是两个point of view 就是说看问题的角度都非常的好 就是大家都会 首先就是说 在这两个同学的答案的共同点当中 都是会去告诉不愿意参加这个活动的人 就是去跟他reach out 去跟他communicate对吧 所以大家其实是很好的注意到了 这里面的重点就是communication 在这个题里面最重要的就是communication 你要去跟这个人聊 你要去跟他说 说什么东西我们一会儿再讲 但是你要去跟他说 你不去告诉他 你强行就要他去参加 这个是不可以的 这两个同学在communication proactively就是主动的去交流 这件事情上做得很好 但是这两个同学呢 我觉得你们的答案是没有办法 在这个公司所要求的标准里面 拿到solid的 solid就是一个hire的一个标准 为什么你们拿不到呢 因为这道题里面 这个人他不愿意去 他为什么不愿意去 你们就是第一个同学说 一个event的 我会告诉这个人 这个event会很有趣 第二个同学说 这个event是有一个什么样什么样的好处 他是一个他不仅是个event 他还是个social的机会 我们应该怎么怎么样 他有多少多少好处 你们都是在persuade的这个人 你们都是在试图去劝说他 劝服他 可是在很多时候 尤其是在现在一线科技公司的 这样一个文化里面 我们是要有包容性的 我们在做一个决定之后 不是每个时候 我们都要求别人去强行的服从 起码说你要他服从之前 你得理解 他是不是真的有什么concern 他是不是真的有什么难处 他去不了 比如说可能这个team outing 也许你们组织的是去游乐场 然后这个同学 这个同事他可能有什么心脏不太好 或者说他天生怕惊吓 他不敢去游乐场这么throlling 就是这种很惊险的这种项目 或者说很刺激的项目 他去不了 但是他在team里面 他又不好意思大大方方的说出来 因为毕竟自己是有疾病的 然后那这种情况 如果说你强行的去跟他说 哎呀这是一个social event 那这种就不是很符合 目前科技公司所需要的一种包容的精神 所以这个地方 其实你是不可以 不可以去只告诉他 这个东西有多好多好 你应该去参加的 这个地方 你的communication要分为两个部分 一个是告诉他 这个是一个team event 我们应该一起去一个team event 这是一个促进交流的机会 第二个部分 就是你要去了解这个人 他不想去的原因 如果说他的不想去的原因 真的非常legitimate 比如说他真的就是身体不舒服 或者说他的性格 或者说他的心理方面吧 心理方面或者说健康方面 真的不能支持他去这样的event 那这个event可能本身就设置的不太合理 那我们这个时候就要去调整这个event 让这个event可以去满足 就是说满足大多数 满足team里面所有人的这些preferences 和非常的strong against 就是说我不愿意去的东西 然后不要营造出 好像大部分人都去了 然后完了 就有少部分人会被遗留下来 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就是 在中国大陆的教育背景之下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会被忽略的一个问题 我自己来美国之前 或者说我自己进入科技行业之前 我也不是特别去重视这些东西 但是科技公司 尤其是一线科技公司 现在对这个东西非常非常的讲究 因为我们中国其实很多时候 是讲一个狼性文化 我们说那个大家要服从集体 然后大家要以集体为重 大家要什么 就是说要舍弃自己的 很多自己的那个personal opinion 还有就是个人意见 个人想法 个人享乐什么的 但是在现在的这种科技公司的一个比较平等 自由博爱的一个思潮里面 你是不能去忽视这些人的 就是这些比较合理的需求的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大家遇到的一个坑 好 然后 还看到有一个同学说 如果是因为没有选上而没有参加 那么我觉得应该要了解一下 是不是常态 如果总是一直一直没有被选上 那我觉得最起码还是要被选上一次吧 这个地方这个同学就提的非常的好 刚才我们是在说 那这个人可能是有一个 就是我们给了一种可能性 我们这种可能性就是说 这里 这个人可能是有一些健康上 或者说心理上的不舒适 然后他决定不想去这个东西 但是他不好意思说 对吧 然后刚才另外一个同学 就是第三个同学就提到了说 那如果说这东西 它不是一个one time thing 它是一个总是发生的事情 那就中间肯定有一些什么问题 这个地方我觉得 如果说有一个同学可以达到这个点的话 那假如说他刚才已经达到了 我想要求的就是去了解对方 为什么不想去的这个点之后 再达到了这个点的话 那我就会给一个 outstanding的一个评分 就是说相当于是一个strong的评分 然后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地方就是 这个第三个同学 他考虑到了 也许这个系统本身就有问题 对不对 这个同学他很有一种去质疑的精神 他去考虑到了 这个系统可能本身有问题 因为我们所面对的这样一个 不管法律体系也好 制度体系也好 很多时候我们从中国 我们从一个从上而下的 这样的一种制度环境里面来 我们不会去怀疑说 上面领导给我的想法会不会有错 但是在一线大公司 有科技公司也好 金融公司也好 他们所讲究的一个文化就是 你要敢于去质疑 因为这个整个的制度 可能并不是平等公平的 它可能制度上就是有问题的 比如说像刚才我们说的 那个假如 刚才我们那个例子是 这个人可能有一些什么 健康或者心理上的问题 但是如果说这个人 他可能只是因为宗教的原因 比如说他宗教原因 他不可以吃猪肉 穆斯林吧 这个很正常 对吧 然后他因为他是穆斯林 所以他不能吃猪肉 然后或者说因为 他因为某种宗教信仰 像是印度的某些宗教信仰 他不能吃肉 然后完了之后 你这个Tim Outing是组织大家 去一个什么希腊烤肉的一个地方吃饭 对吧 那这个对他来讲 可能就会少很多的那种吃饭的选项 那这种时候 如果说你组织的 就是以前组织的这些活动 可能都没有注意到 这个人他有一些 special的宗教信仰 所带来的一些问题的话 那你在这个地方 就又没有考虑到 公司所需要的这种 整个文化上的一种多样性和包容性 所以就是这个同学 他第三个同学 他从制度的不完美上面去质疑 这个制度是不是可以有 可以改进的地方 一种可能是说我们的Voting 就是我们这个 这个Event怎么选出来的 对不对 可能是Voting选出来的 那这个Voting选出来的过程 是不是中间选项设置 就有一些问题 选项没有设置好 或者说 这个Voting决定的过程 是谁定的 他为什么要这么定 他这么定 是不是没有考虑到 哪怕可能这个是大老板定的 但是这个大老板 是不是没有考虑到我们整个组里面 可能有一个 他有宗教信仰的问题 或者说他有别的什么 自身的一些情况 他就是不好去参加这些东西的 然后那这种 你是应该去跟大老板提出来 你是应该去跟你的这个 就是活动的组织者提出来说 你的这个Voting 这个投票的设置有问题 或者说你的这个投票的计算方式有问题 或者说你跟 是一个人提出 比如说是一个大领导提出来的话 你要跟这个大领导说 我觉得我们这个 这样一个同事 他有一些特殊的情况 然后我们觉得 就是设置一个team的活动 应该把每个人都包括在内 那么 如果说我们继续按照 现在这样一个执行的 这样一个idea去执行的话 那这个同事 可能就会一二再 再二三的被排除在外 这样的话 就可能不利于促进 那个团队的团结 然后会让这个同事觉得非常的 就是被left behind的 被孤立了 然后他就会觉得很难过 对吧 这不是我们想要的 然后 所以就是刚才第三位同学 他的这一点 如果说加在刚才我们所说的 就是提到说 我要去问这个人 他为什么不想去支换的话 那我就会给一个strong 大约是这样子 好 然后呢 有一个同学提问说 老师这样一个BTO控制的 回答的时间控制在多久比较好 因为按照这样分析 可能可以聊十分钟 这个是个好问题 一般来说 我们说这种BQ的话 通常来讲 你控制在一个四分钟以内 会比较好 一般来说 我自己答BQ的时候 因为我的语速相对比较快 所以我可以讲一大堆 然后我一般是 大约讲一个两到三分钟 我就能把一个东西讲完 但是呢 如果说要是你的语速 相对慢一些的话 你基本上我会建议说 把这个时长控制在四分半以内 因为为什么呢 你一场面试 然后面试官 他对于每一场BQ面试 他都是希望去采集一些数据点 不管是Google也好 Amazon也好 还是什么Microsoft 还是Oracle也好 他都都是去为了采集 他的那些数据点 他每一个问题的背后 都是挂钩 他的一个文化理念的 其中的某一条 然后或者说某几条 不一定是非得一条 他就是有一些问题 他是挂某好几条的 然后呢 他要对你这些所有的 文化价值观的这些点 他去 他采集到了数据 他就去打分 然后像我刚才说的 有一些同学的答案 可能就没有到Hire的程度 有些同学的答案 可能就到了Strong的程度 对吧 然后呢 这个问题所涉及到的 这几个点里面 哪一些是Hire的 哪一些是Strong的 哪一些可能是 没有到Hire的程度的 那我就会分别的给分 然后那面试官 他整个面试面下来之后 他要把基本上 那一场面试 他要把公司 要他考察的这些点都给达到 那么一场完整的 如果说45分钟 都在问BQ的一个面试的话 通常来说会需要 7道题 6到7道题左右 6到7道题除去 那你们讲45分钟 除去前面的5分钟 自我介绍 然后除去后面的 大概3到5分钟的 问面试官的问题 那一共就只剩下35分钟 那35分钟的话 如果说你每道题 答5分钟 那一共就是7道题 那如果说你每道题 答4点5分钟的话 你大概就可以前后 留出一点点空余的时间 可以跟 可以比如说 想一想啊 或者跟面试官 唠唠嗑啊 或者说你前后 因为面试官迟到 或者他 比如因为面试官迟到 还挺常见的 然后或者他迟到什么的 所带来的一些 单个儿什么的 所以我一般是建议说 大家把答案 保持在4分半一倍 然后刚才 这位同学提到说 如果我们这样 详细的去分析的话 可能可以聊10分钟 其实你是不需要 聊到那么久的 比如说像刚才 我们提到最重要的 像这道题里面 最重要的一个点 是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分为两个部分 一是你要强调说 这是一个集体活动 这个集体活动的idea 可能不是你最喜欢的 但是我们希望 去创造一个集体活动 大家一起去参加 这是一个social的event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 你需要去表达到的 也就是说 这是一个socialevent的 这是一个team bonding的过程 就是说团建的过程 大家去联系 同事关系的过程 然后你要 在communication里面 达到的就是第二条 就是你要去reach out 去问他为什么 他可能会是因为health的issue 可能会是因为mental 就不叫mental disease 这个话不能这么讲 就是要说一些mental concerns 的一些issue 或者personal concerns 你把这句话说的委婉一点 因为mental disease 可能会有歧视的情况 然后就说 那就是personal concerns 然后完了之后 那如果是因为这样子的话 那这个idea 可能本身就设置的有问题 然后那刚才 如果是因为这样子的情况 那你就可以 我跟这个同事说 好的 我会帮你把这个情况 就是比较委婉的表达 给我们的manager 然后让manager去换 去换一个新的idea 然后可以同事问这个同事 你有没有什么propose 或者比较prefer的一些想法 然后把这个同事的想法 带给manager 然后完了之后 问其他的人 有没有兴趣去参加这个 新的想法 因为很多人 其实他去参加活动的时候 他就是一种 无所谓啊 我觉得去哪都可以啊 这样一种很无所谓的形态 说不定这个新的propose就过了 然后假如说是 这个整个的voting 一直都有问题 比如说这个人 因为他的一些 宗教信仰 或者什么其他的一些culture的因素 他就总是一直都选不上的话 那我们可能就要去 重新review一下 我们这些ideas generation的过程 就是我们是怎么想出来 这些idea的 我们这些idea 是不是不够有包容性 是不是想 想这个idea的过程中 就已经产生了一些bias 这些东西 就像刚才这一大串说完 其实你差不多 也就是个三四分钟的样子 当然这个前提要求就是说 你要对这道题比较熟练 而不是说现场 磕磕磕磕的去想 那怎么提前会比较熟练呢 一就是说 你遇到每件事情 你多想多看 二就是你可以上 我们的地球小班 对吧 再次打个广告 当然了 我觉得在生活当中 多想多看 然后就是说 多看多想 然后多自己去 对每一个问题 都这样去排练一下 是挺有好处的 对你的面试 也是有好处的 然后有同学提到说 那个请问 必须的自我介绍 跟coding的自我介绍 有什么异同 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因为自我介绍的部分 一般来说 都不是它需要采集的数据点 所以如果说 要是你的自我介绍里面 有你非常非常想讲 不讲你觉得会对你的 定级或者说定包裹 有很大影响的这种片段的话 那么假如说你自我介绍里面 没有这种非常非常重要的片段的话 那你就自我介绍 依然是保持一个 大约一分多钟的 这样的一个段子就可以了 然后如果要是 你的自我介绍当中 真的有这样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片段的话 那其实在算法和在bto里面 你是都可以拿出来讲的 什么叫做这个你觉得 不讲会影响你的定级 不讲会影响你的包呢 我跟我当时 我跟我另外一个朋友 都有这样的情况 之前我们在跳槽的时候 我们在跳槽之前 都做了远高于 我们当时所在的公司的 那个所在那个级别的一些project 然后这些project 如果说我们不提的话 那新的公司肯定只会按照 我们旧的公司的那个title 来给我们定级 但是如果说这个project的讲出来 因为非常有干货 而且确实是下一个 甚至下1.5个level 所需要的一些东西和干货 所以完了之后 我们把这个project的 花时间讲出来 可能一定程度上会影响 我们的那个coding的面试 或者说bq的面试的 那个就是时间的压缩程度 但是我们觉得讲这个东西 是利大于弊的吧 就是说是有风险的 但是我们愿意承担这个风险 最后我跟这个朋友的面试 结果都还挺好的 所以就是这个可以 给大家一个参考 然后老师有没有遇到过 面试者觉得自己打得很好 但实际是踩了雷区的问答 很多啊 比如说像假如说 像刚才有同学 就是说我要去跟这个人讲 他要服从集体 因为集体非常非常重要 那个就是什么大局观非常重要 我们要think in the big picture 什么什么之类的 这个同学可能他会觉得 他扯到了亚麻的 比如说think big 或者说那个什么ownership 或者说什么 就是要care 或者说google的care about the team 什么之类的这些 乱七八糟的这些文化要义 他觉得说我踩到了这些点 我觉得让这个人服从大局 是非常好的 可是这道题考的 根本就不是这个点 这道题考的 其实是想看你知不知道 要去考虑到这些少数群体的包容性 考虑到这些可能被人忽视掉的 这些阴暗的角落 这些隐秘的角落 对吧 然后那这种情况下 如果说这个面试者 他觉得我踩到了这么多的点 我肯定是答的很好的 然后我讲的又非常的流畅 我一定是strong 但实际上是你这道题 是没有拿到hired的 这种雷区非常多 因为我也mock过很多很多的同学 然后大家或多或少的 都会有一这样一些问题 其实这种 很多时候是基于 对这个公司的文化的不理解 或者说对目前这个行业 或者说中西方文化 差异的一个不理解 然后比如说 我们现在目不当到第二个问题 然后give me an example of a situation where your personal work style may have hindered your chances of success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自己的 个人的工作的一种 style 一种一种风格 你的工作 个人工作风格 足就是影响了 你的成功的机会 意思大概 或者说换句话 说说直白一点 就是说你的个人的工作风格 让你做杂了点什么事 这个跟刚才的 那个significant failure 是不是有点类似 然后呢 这个significant failure呢 当然significant failure 你可能可以去说 这个不是我的问题 是我在一个team里面 做的时候 我的队友出了些什么问题 答那道题是可以的 但是那道题呢 用那种方式去答 你就可以甩锅 对吧 这种甩锅 大多数也是可以被接受的 只要你能从中分析到经验 然后你能把属于自己的 那一部分责任 可能不是什么大责任 然后给承担起来 然后完了之后 顺便帮整个team去解决 那你在那道题里面 你还是可以拿到一个strong的 但是呢 在这道题里 他明明确确的就是问了 你的个人工作风格 影响了你的成功 那就是在问底了 那你要想想 我的什么个人工作风格 出了问题 对不对 这是一个自我剖析的过程 好 然后那 这个题我们暂时先不提 因为那个 我们刚才在前一道题上面 就是花了很多的时间 如果说大家对这道题 有什么想法 或者有什么idea的话 也可以在chat里面打出来 我觉得刚才在chat里面 跟大家的互动是非常好的 我们可以过一会儿 回来看一下 好 然后 第三道题呢 就是说 imagine the head of your company and school left 这道题非常有意思 你的公司 或者你的学校的一个头头 大头头 一把手 他走了 然后呢 你去做他的这个position 你有什么 你最想improve 你最想改进 或者改变的三件事是什么 这个是不是一个 就是说 让大家觉得非常清奇的一个角度 首先把你放在了一个公司 或者学校的 一把手的这样一个领导的位置上 然后二 让你去挑次 挑这个公司 或者学校的次 可能大家有在网上 或者在其他的什么论坛里面 有看到过说什么 我不要提我现在的公司 有什么不好 我不要提我现在的什么工作 有什么不好 因为说现在的工作不好 就有点像吐槽前女友 然后什么 大概就是说什么 那个你的县女友就会讨厌你 我觉得这是很扯的 你看人家现在这道题 他就是在问你 你觉得你现在这个公司和学校 有什么不太好的地方 你最想改变的三点是什么 你要是告诉他什么都没有 那你这道题就没有嗨了 那你这道题的分数就拿不到了 你就是 这就是整个 所以就是刚刚倒回去说 如果要是说那个 问你什么 你对现在的公司 有什么diswike的东西 你是千万不可以说没有的 你如果没有的话 那你为什么要跳槽呢 对吧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反问 那你要什么东西都满意的话 你跳槽跳个毛啊 你没有什么好跳槽的呀 所以就是说 对于这样一道题 大家其实是需要去 在平时留意一下 或者说你在面试之前留意一下 也可以啊 你在面试之前也可以去留意一下 你现在的工作也好 你现在的公司也好 你现在的学校也好 或者whatever program you're doing 然后你现在觉得有什么 不太好的地方 不太完美的地方 你可以作为一个完美主义者 去计量里面挑骨头 觉得说 比如说你可以包装一下 你可以说我现在这个公司 还有学校啊 整体来说都非常不错啊 但是我觉得 有一些非常tiny的地方 可以去调整一下 这个是可以的 你也可以直接就是说 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公司 或者学校里面 有一些systematically错误的地方 就是系统上错误的地方 比如说我们哪一个 像曾经 我其实这道题是 我之前面试的一个真题 我是面试者 面试官问我 然后我就跟大家说了 我当时学校的 就是某一个director 做的一个决定 然后这个决定 然后我觉得就是 我说那个head of school 就算了 我说head of department吧 我说我把这个scope 讲得稍微小一点 他说没有关系 然后我说那那个 我当时在的那个系里面 存在的一些什么样 什么样的情况 然后这些政策 非常的不合理 为什么不合理 然后因为他会给 比如说国际生 造成一些什么样 什么样的问题 或者说他会给一些 什么样什么样的群体 造成一些什么样 什么样的问题 然后我觉得 作为一个学校 然后你的任务 应该是教书于人 你的任务就应该是 don't leave anyone behind 然后你制定 这样一个政策 本身就是一个 非常不平等的过程 然后怎么怎么着之类的 我跟他讲了一下 然后完了之后 列了三个东西 他可以去改的 然后呢 这个东西当时 他说那如果说 是你现在的company呢 因为这个问题 其实我在面试之前 是randomly的思考过 这道题对我当时是新题 我没有想过这道题 然后我 不过我平时有思考过 说我对现在的公司 我觉得有哪些 可以改进的东西 然后完了之后 我就跟他讲 我现在这个公司 我当时所在那个公司 我觉得有什么 可以去改进的 所以当然这个地方 其实我想给大家提醒的 就是你千万不要觉得说 我不可以吐槽 现在的公司 因为整个西方文化里面 它是希望 尤其是说这种 顶级公司里面 它是很希望去看到 你这个人的 独立思考能力的 而一个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 他不会去随大流 他不会去 他不会去盲目的随大流 他也不会去盲目的 就去认同这样一个系统 和这样的一个制度 所以他就是 他问你这个问题 就是想看看 你有没有对这样的 目前的这些制度 或者说那个公司的一些 定下来的一些规矩 什么的 有一些不太好的 就是说觉得 有一些不太好的地方 或者说有一些文化上 可以需要改进的地方 因为没有一个东西 会是百分之百的 一百分 它可能会是九十五分 那剩下的那五分 也依然是 可以improve的地方 你可以 你不想去吐槽公司的话 你可以把它美化成 我觉得整体来说都不错 但是有一些 tiny的东西 我觉得还是值得改进的 比如什么什么什么 但是你一定要记得 你要有这样的想法 你要平时抱着一颗 批判性的心 好 然后我们chat里面 有人说 我会花时间跟手下的 所有的VP 开一个相对casual一点的会 最好提供一个 让每个人都有机会 发言的情景 注意聆听和观察 看看有没有一些 不太容易发生的concent 不太容易发现的concent 记录下来逐客击破 这个想法是可以的 就是你通过 跟下一集的direct report 去交流 然后从他们那里 征集一些意见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做法 但是呢 我觉得这个地方 我会给你hire 但是我会给你strong 为什么呢 我的感觉是 很多时候 你的direct report 尤其是你在很高层的情况下 你是不知道 最底层的员工 可能在想一些什么的 因为他们因为 种种原因 压力也好 怕被PIP也好 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concent 也好 他不一定能把他的concent 通过这样的一个 等级数 一层一层的传上来 传到你这个最上面的 这个root的这个地方 所以 我个人非常喜欢 Google在搞的一个 叫做那个TGIF 就是说 公司领导会给大家 就是每一个最下面的员工 提问的一个机会 然后把他们的问题逐个解答 我觉得你可以去 就是我觉得这个问题 如果拿strong的话 我会倾向于加上一条 就是说 这个你作为 就是说你怎么去了解 大家的需要 一是说从你的direct report这里 你的直接的这些 报告给你的人 还有一些就是 你可以去 hold一些session 然后让整个的群体 匿名的去给你 提供一些他们的信息 因为匿名 很多时候会保证 大家的隐私 然后才会得到一些 比较真实的情况 好 然后有一个同学问 请问Google Amazon Apple Microsoft 是不是有一些公司 更需要个人成绩突出 有一些更需要个人 服从系统 我觉得 基本上每个公司 都是更需要 个人成绩突出的 但是这个服从系统的 这个问题 其实 怎么说呢 你不要去主动的 跟组里的什么人 都私逼 就是说 你如果要去 应该是这么讲 我觉得Amazon 那个disagree and commit 这条讲的是非常好的 就是disagree 你见到了 你觉得不正确的东西 你觉得做的不够好的东西 你要去disagree 你要去提出来 但是如果说 经过了 就是你提出来之后 经过了重重讨论之后 大家依然觉得 在这个情况下 还是应该采用 你当初不认同的 那个想法的话 那这个时候 你要去服从 我觉得整体来说 是这个样子 哪怕是在亚麻 这样一个狼性公司 它依然会希望 你最后不要 因为你个人的不爽 而就是说 闹别扭 然后不干活 你最后依然是要去 跟集体达成一个一致 这个一致 不一定是 非得让你完全放弃 自己的想法 去接受对面 你觉得那个不好的 想法 可能是这中间 采取了一个平衡点 也可能是 暂时采取对方的想法 然后你的想法 作为一个improvement 写成一个to do 作为一个tech data 就是一个技术债 然后就是比如说 因为现在的deadline很急 我们先按对面那个做 然后在这个deadline过后 马上就开始实行 你的这个想法 做一个patch up 就是做一个改进 然后有可能是 以这种形式来实行的 但是因为那个deadline的存在 或者说因为各种各样的 客观限制条件 可能这个时候 你需要暂时的服从 我觉得在每个公司 基本上最后 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不是说哪个公司 更需要个人成绩突出 哪个公司 更需要服从系统 个人成绩突出 在每一个公司 都是最基本的 你不存在说 个人成绩不突出 然后你还在那里养老的 也许有一些公司会 短暂性的让你这么做 但是经济形势 一旦不好 或者说市场饱和 或者说bubble破灭的话 那你是肯定要被裁掉的 所以那种东西 我觉得就是说 纯养老 纯咸鱼的那种 个人成绩不突出 然后其实不太存在 然后又有同学说 想到一个 如果说微服四访 四处逛一逛 搜集一些不太去 或者说平时 不太注意到的问题 可以吗 可以的 很好 然后有个 这个刚才那个同学 继续说 想问问公司之间的文化区别 公司之间的文化区别 更多时候是 体现在一些 并不是说你不要去 应该是这么说吧 我觉得像Google跟Amazon 我举个两个 比较极端的例子 Google跟Amazon 其实是两个 相对来说 冲突比较大的一个文化 或者说 差异比较大的一个文化 像亚麻来讲 它是非常注重 怎么说呢 就是加班这个文化 也不算加班嘛 有一些组相对比较嫌 但是大多数亚麻 你们也知道是血汗工厂 都是很忙的 然后完了之后 那个任务都是很重的 然后只要你做的不太好 然后就会被PIP 有的时候老板还会领到 PIP的一些指标 然后哪怕是你做的还可以 但是因为政治原因 你要被开掉 对吧 因为它每年有一些指标 这些就是亚麻的文化里面 非常极端的部分 也是非常不太好的部分 这是 就是说亚麻有它的好的部分 就是我觉得它非常 讲究一个人的领导力 如果一个人真的能做到 它十四条里面 说的绝大部分的话 这个人基本上 一定会是成功的 不管在哪个公司 所以整体的这个主旨 是好的 但是很多时候 它被执行歪了 就是说它是好和坏的 一个并存 那么反过来 Google在这个文化上面 就非常不喜欢 去搞那种内卷 或者说压力很大的 那种high stress的 这种环境 因为Google的整体的 这个想法来说 是bottom up 就是说 我给大家一个 非常宽松的环境 然后我用这种宽松的环境 去让大家完全无忧无虑的 去想一些各种各样 神神奇奇的idea 只要有一个idea成了 那我就成功了 可能十个里面 有九个是挂的 但是只要有一个成 那可能就成了 Google很多之前的 这些赚大钱的idea 都是这么来的 所以它整体就采用了 这样一种文化 于是它整个公司 就非常的养老 这当然有它的好的一面 就是说 你会有很好的 work life balance 大多数情况下 然后你也会有 比较好的一个 就是说 比较low stress的一个环境 不会让你整个人 每天非常的紧绷 但是它有一个不好的地方 也就是它会出现 有很多的闲鱼 而这些闲鱼呢 也许你觉得 可能跟你没关系 但是如果说 你不幸的 要跟这些闲鱼合作 一起做project的时候 他们的这个闲鱼 可能就会block你 block很久 然后你的老板 可能不一定闲鱼 那这个时候 你就有点凉 所以就是每一个文化 它都有它自己的一些特点 然后这些文化 都有好的和坏的部分 大家辩证性的 去看待就行了 然后面试的时候呢 去讲究 就是说去关注一些 这个公司比较在乎的点 比如说Google 就非常非常在乎的 这个包容性和多样性 然后像亚马 就非常非常在乎 你的领导力 领导你自己 领导你的项目 领导你的团队 然后刚才那个同学说 微服私访 break the routing and scan some potential blind spots 这个词用得非常好 语言水平很高 在 好 然后我们回来说第四道题 so imagine your teammate is taking others credit in the final presentation what would you do 对吧 像这种题 又是问了一个 你觉得 哎呀 怎么 这种好像很黑色的东西 或者很灰色的东西 怎么能拿到面试里面来说呢 它真的就是一道面试整题 这道题的原文非常的长 就说什么 你们在一个project里面 你们四个人 做了差不多的工作 但是呢 你有一个teammate 上去present的时候 就把所有的事 都说成了自己的 然后我就简短的 summarize了一下 就说你的teammate 在take others credit 然后在最后的presentation里面 那这个时候你会做什么 对吧 这同样又是一个 让你要敢于去指出来 其他人做的不合理的地方的一件事 那既然前面都已经讲过这么多了 那大家这个地方肯定也知道 就是我们要提出来 那我们要提出来的话 一是我们要看 他只是这个人一次性的 还是说他长期都有这样的一个行为pattern 然后呢 接下来如果他是一次性的 那你可以跟他聊一聊 他可能是不是有什么 不太好的 就是说他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 或者说他是不是有什么 那个就是很恶意的行为 当然在这个题里 不一样的地方是 因为这个行为本身 就是taking others credit 本身 他是一个unethical 他是一个不道德的 也就是说本身他 其实跟cheating 就是说跟作弊 没有什么太大区别 然后那这种不道德的行为 不管这个人是出于他的 whatever文化考虑 这都是不可以被接受的 这个是跟前面不一样的地方 因为你说你像在team event里面 你那个什么 有个人他 因为毕竟就是个team event嘛 你去不去也不是有什么 特别不道德的事情 那这个人他如果有难言之隐的话 你是可以去满足他的 可是在这个题里面 taking others credit 本身是unethical的 那么无论这个人 出于任何什么原因 你表示理解 或者帮助他解决 还是说你直接 报告给上级 就是跟老师打枪 跟老师报告 或者说那个 跟manager报告也好 然后不管你采取 什么样的做法 你都是必须要制止 他的这种行为的 这个就是这道题里面 最重要的部分 同时当然你也需要去分析 他可能有一些什么样的 就是他的动机是什么 然后根据他的动机 你要给出一些 或者帮助他 或者教育他 或者说报告上级 这样一些做法 有人说 亲生遇到这种事好几次 很常见的 我也遇到这种事好几次 虽然不是在公司 公司有遇到过 然后被我给挡回去了 然后在学校也有遇到过 好几次 比如说天主朋友们 很喜欢干这种事情 然后有一些 泡菜朋友们 也很喜欢干这种事情 anyway 好 然后那BQ这个东西 其实这里 这一大段 其实也就有点像个废话 因为大家都知道 BQ现在考的很多 比如说像要么 三轮VO 那个基本上每轮都是有BQ的 或多或少 有的时候是一整轮BQ 有的时候是半轮BQ 半轮技术面 对吧 然后比如说像中小公司 manager的中面 不问技术了 然后你要去怎么答呢 然后或者说Google Google现在非常确定的 不管你是New Grad 还是你是Experience的Hire 都会加一轮叫做 Google Linux and Leadership的BQ 然后其中 HR会发给你一个册子 那个册子里面会写一个什么 叫hypothetical question 假设性问题 那什么是假设性问题 其实我们刚才在这个 在这个里面讲的这些 imagine you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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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agine什么什么什么 这就是假设性问题 所以你们就看到了 其实这三道题 都是Google的真题 稍微改了几个关键词 给你们放出来的 那个不要说什么 泄密什么的 不是我 好然后 反正因为这个题也变了 所以你们就当一个 思考的过程就好 然后呢 假设性问题 基本上就是像刚才那样的 imagine什么什么情况 然后你会怎么做 那这种imagine 就会五花八本啊 然后它就是 什么东西都可能涉及到 对不对 你imagine 那有那么多的场景 可以选择 我生活中每天 可能会遇到这么多的事情 我怎么去准备这个东西 我们的小班课里面 会教你怎么去准备 或者说怎么去看到一个 这样的假设性问题 如果说 你平时说话 没有什么逻辑的话 比如说你怎么在 怎么在没有头绪的情况下 尽量的follow我们的 我们给你的一个workflow 就是说给你的一个流程图 然后把这个流程图填满 你按照这个流程图 一步一步去讲 你就能把这个题 讲个八九不离十 起码能拿到一个 higher左右的水平 能不能死状 那要看你的 对很多东西的一些理解 还有你之前的一些经验 但是基本上 你按照我们的这个flow去讲 你是一定能讲到 一个higher的水平左右的 然后 像oracle啊 什么microsoft 现在也有bq了 而且 他们感觉都是在follow 亚麻的步伐 问的东西都是 tell me about the time when 然后其实考的也都很多 是leadership的东西 然后最近有一位 BA方向的一个学员 亚麻 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惨 但是他确实就是 亚麻的四轮onsight的 全部都是bq 他就只有在店面的时候 被问了技术的题目 然后整个onsight的 全部都是bq 最后当时我 我让他准备那个 准备了20多个问题 然后 20多个故事 然后他最后 很神奇的把这20多个故事 全部都用上了 因为他整个onsight的 全部都是bq 然后就很幸亏 就是做过了一些 这样充足的准备 然后他最后很顺利的 拿到了offer 好 然后呢 还有一些同学 可能说 面完了组 不一定是亚麻 也可能是别的公司 但这个例子 是个亚麻 其实就是刚才 这位同学 他呢 面完了之后 他的那个组 其实给他面的是L5的 但是最后他没有 passL5的bar 因为他 他只有很短的工作经验 一年左右 然后完了之后 就只给了他L4的offer 但是他最后这个L5的 就是组里面 就没有L4的head count了 所以就把他丢回了pool里面 让他重新去match 然后结果他聊了 第一个manager聊挂了 聊了一个小时 然后挂掉了 然后完了之后 就很纠结 说那这种information call 我跟manager的这种 team match的information call 我该怎么做 才能让manager觉得 我对他的team感兴趣 那我也不能就甘说 我很喜欢你们组 我很喜欢你们组 我很喜欢你们组吧 那这种情况下 我要怎么去跟manager 表达出来 让他能感受到 我对他们组 非常的感兴趣 这个我们在BQ的课程里面 也会提到 然后如果说你真的遇到 有这样子的情形 那我们的小 BQ小班课里面 是有一对一的 那这种一对一呢 我们是可以用来辅导 这样的一个information call 什么叫做information call 就是我刚才说到的 每个公司的叫法不一样 首先讲 像那个亚麻 他就是在后面的 这个team match的过程 就是因为一般来说 亚麻是组面 绝大多数情况下 亚麻都是组面 但是有的时候 你面完一个组 这个组不喜欢你 可是他又觉得 你过了亚麻的 那个level的bar 他就把你丢回pool里面 然后呢 就会有别的组来捞你 然后这个时候 他差不多可能过 那么一两个星期 甚至过那么一两个月 中间可能也需要你 主动去联系一些manager 那这些manager对你感兴趣的 他就会来跟你做一个 所谓的team match Google是有一个明确的 team match的过程的 你要去跟manager聊 但是亚麻多数时候 如果说head count的充足 是不需要的 但如果说head count的部组 或者说那个组 恰好就没有你要的 那个head count的话 他就会把你丢回去 然后你要走这样一个 team match的过程 所谓的informational call 就是team match的过程 就是你manager来跟你 介绍他们组 你跟他去表达你的兴趣 然后你介绍你自己的情况 然后完了之后 最后他觉得 你是不是个good fit 如果你是个good fit 就是说他觉得 你是在他们组 一个很好的candidate的话 那他就会把你捞走 然后捞走了之后 你就会收到offer 但如果没捞走的话 你就得还得回到pool的里面 pool里面就等着 好就是这样的 好然后刚才所有的 那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呢 我们都会招着你 这个刚才那位 整个onsite全部都是 BQ的同学 表示说就是这个课 对他非常有帮助 然后呢这是之前的一个同学 横扫了一堆internet offer 然后因为这个BQ课里面 当然不全是因为BQ 他有很好的算法底子 但是他之前 虽然有很好的算法底子 他面挂了好几家公司 然后就来投入了 我们上案BQ小班的怀抱 然后完了之后呢 那个给他发散了 很多BQ的故事 把他之前的经历 然后包装了一下 好好发散了一下 然后后来是拿了起码 拿了一个顶级游戏公司的 internet offer 然后拿了亚马的internet 然后又拿了 另外一家一到一点五线公司的一个 我不知道那公司该怎么分级 我就说一到一点五线吧 然后完了之后 那个也是一个internet offer 然后目前我好像还听说 又续了两个 非常厉害 这位同学非常棒 然后另外一个呢 这个同学 所谓从拳挂到拳中 这个同学是一个比较senior的同学 然后他已经成为我们上岸的 新的一名算法老师了 你们将来可能会见到他的课 anyway但是他在那个到他的那个拳挂 就在他拳中之前呢 他找我帮他过了一下一对一 然后这个是个一对一的同学 然后但是整体来说 我们的BQ小班会被会比一对一要cover更多的内容 因为这位同学 他其实只需要大约两个小时左右的辅导 他并不需要一个非常非常系统性的 什么都什么都给他cover到 因为他整体来说 已经对BQ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了 然后基本上只是需要 我去帮他去包装一下他的故事 然后调整一下他的说话的方式 或者说语速什么的 所以这个地方就 这个同学他就不再需要说 那个BQ小班的课程 所以大家也可以去跟对自己 根据自己的需要 决定你是要报给一对一 还是说你要去报小班 anyway但是我们都会cover你的 好然后呢 这就是我的介绍 反正上岸的每一个老师都有很多的头衔 我也就不再啰嗦了 喜欢看的可以后面去找视频 然后课程特色 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小班 到底是怎么个上课的办法 首先是小班 我会帮你制定一份 你根据你自己经历定制的简历 就是所谓的简历代笔 不需要你写 你跟我讲清楚你的过程 如果你有一个底 你有一个底稿 那当然是极好的 因为我可以在你的底稿上去 就是说你的底稿 会给我提供更多的从你口头 比你口头跟我讲 要提供更多的信息 所以你有一个底稿 然后我在你的底稿的技术上 重新帮你带笔一份 很多同学之前是说 他们觉得那个简历 好像换了一个人 然后在简历之外呢 你在整个的课程当中 你会收到40多个以上 可能现在在第二期的时候 已经不止这个数量了 根据你自身情况定制的BQ的答案 然后这个BQ的答案 就是说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问题呢 就是说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 question in the collection 就是因为我们每一节课 大约都会cover六个问题左右 每一节课六个问题左右 都是不同方面的 我们会分类 一会儿会讲课程大纲 然后每一节课的这个问题 只要你提前准备了你的稿子 你都可以上来 就是在课上跟我互动 然后你来mark 你来答这个题 然后我就可以用这个课的时间 来给你进行 就是答案的修改 然后每一节课 基本上有一半的时间 只要你们愿意 那就是基本上有一半的时间 都是在mark 当然有些同学他比较害羞 他觉得说那个 我好像没有准备好 我不知道我这个答案好不好 我想留到一对一的时候再用 那这也可以 但是我是比较建议说 那个直播课上你们去充分利用一下 这种mark的机会的 毕竟能有人给你mark 这是一件极好的事情 是不是 然后提了一个问题 然后现场给你修改答案 然后给你一些feedback 这些notes你记下来 你一对一的时候 拿着这个已经修改好的答案 再来第二次的improvement 不是更好吗 所以我建议大家 其实可以更加 就是说踊跃一点 如果要是大家愿意 报小班课的话 在直播课上 可以更加踊跃一点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说我在这个整个的 课程里面会比较希望去系统性的提升 大家的面试和直上当中的英语沟通能力 就是比如说有些同学 他的表达 他的用词有点问题 比如说有些时候 他会用一些词 会让人听起来不太礼貌 就比如说有些同学他谈包 他说他跟之前有遇到过的同学谈包 然后跟那个公司说 I think 什么 I think you can give me a higher offer 但我觉得这个话 就听起来的非常的不委婉 对吧 其实就是目前今天的 今天的同学里面可能英语层次要比这个稍微高一点 但是确实会有一些同学写出这样一些 听起来非常不礼貌 而且a little bit offensive 就是听起来有一点点冒犯的话 然后当然那位同学 他当时其实是被很严重的lowball了 所以他非常的火 但是你在火 你也不可以这样去说话 所以就是 我也会去听你的稿子里面的这些 就是说你的英语的表达 然后你的用词和你的句子 还有一些比如说语气啊什么的 会不会出现说听起来太冲了的情况 当然这个前提是你需要把稿子准备好 你不可能说你上来跟我在那里说一下 大概老师我会按照可能这个方式去讲 那你最后如果只是大概那样去讲 最后你面试里不是这样讲的 那我们的效果肯定不好 所以那这种情况的话 如果说你想去非常详细的提升你的英语表达 或者说你的那个用词的话 你是需要把稿子要准备的相对来说比较详细的 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希望说整个这个课程 是可以去提升你的职场的高效表达的技巧 然后教你一些职场上比较重要的一些文化上 和一些那个工作交流上的一些tips 一些小的提示吧 比如说像刚才我提到的整个中美文化会有差异 然后在西方文化这边会比较讲究说 注重每一个人的每一个人的个人的内心需求 还有他们的一些难言之隐 但是可能中国相对来说就比较会偏重一些集体利益 然后呢我们的课程里面也会提到说 比如说要是你跟对方合作 对方把你block了 然后这种时候你应该怎么办 然后那个或者说对方跟你合作 然后他说他要来你的组里面 帮你contribute的一些东西 因为你们block了他 然后呢结果他contribute的东西呢 又写的特别的垃圾呢 这种时候你应该怎么办 之类的这些情况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课程里面 会最后一节课会提到 你在平时你怎么去思考你的career development 就是说比如说你跟你老板的one on one 要聊些什么东西 可能有一些小的公司 之前我听好几个学员跟我提到说 小的公司他在小的公司里面 老板就没有跟他做过什么one on one 我说那你可以主动去跟老板约 然后他说老板就是把任务给我 然后我做完了就给我下一个任务 他从来不问我 我说他是会从来不问你 他可能懒得管 但是他懒得管 那是你的career 你不能不管 你要去主动的找他开one on one 这些我给他怎么建议 怎么去在这个one on one里面去找老板 表达自己想去拿新的project的意愿 然后表达自己想去承担更大scope 和更大责任的意愿 然后这个同学最后给了一个 就是课程结束之后 他给了一个挺好的反馈 他说他的老板现在觉得 他好像特别愿意成长 然后现在特别喜欢他 这种就是我希望我的课程里面 最后就是不仅仅是包含了面试里面的东西 因为这些面试里面的题 基本上都是基于真实的职场的这些场景 然后也是基于真实的这些职场里面的门道 我希望说这个课最后给大家带来的 不仅仅是面试上的提升 更是一个你入职之后 你怎么在公司里面立足 你怎么在公司里面 让成为老板最喜欢的人之一的 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就是一个inspiration 好 然后实在没有 我看看同学们的问题 有人说实在没有问题的话 这个课能帮忙编一些故事吗 编故事是我非常反对的一个做法 因为你编的话 你会缺少很多很多的细节 但是呢 你觉得没有故事 很多时候你不是没有故事 只要你有做足够多的project 这个project的不仅不一定非得是 那种很庞大的什么几千行的 可以是你的一个课程项目 你的课程项目 比如说你做了两个星期 三个星期的这种课程项目 你都是可以拿出来讲成故事的 这个故事里面 你只要去细细的挖 你总是可以 可能有的时候是有一些 稍微有一些夸大的成分 但是你们懂得不夸大 怎么可能去面试 也怎么可能升职呢 对吧 这个职场就是为了夸大嘛 所以我们会帮你去包装一下 你的这个看起来好像很小的项目 然后会让你意识到 其实你在这个过程中 还是做了一些非常不错的事情的 这些事情可以体现出 哪一些的闪光点 是这个公司的文化里面想看到的 所以就是从完全从零 不基于你的实际 去编一个假的故事 这我是不会做的 因为一个谎 你需要更 如果你说一个谎 你就需要更多的谎 你需要千千万万个谎 去圆你最原本的那个谎 所以我们我不建议说谎 但是呢 我是非常推荐说 从你自己的一些小的东西里面 去加一些内容 比如说像刚才我们说的 without consulting your manager 为什么without consulting 这个过程中 你又遇到了一些什么困难 你可以把好几个故事 把你的好几个项目经历里面的 那个细节给拼起来 拼到这一个故事里面 就把你的这个故事给扩充起来了 会有这样 就是我们会这样做 然后这个课的timeline 这个课的timeline 基本上应该是从三月中旬开始 就上那个正式课 如果说要是在那之前 就已经爆满了的话 那我们就基本 就是什么时候爆满 什么时候就开始 然后大约的时间跨度 一般来说会是一个半月左右 因为我们会有十节直播课 过后会有课程大纲 然后十节直播课和两次一对一 十节直播课 我们那个目标是每周两次课 但是如果说有冲突的话 有的时候会减到每周一次课 所以那如果每周两次课的话 一公中是五周 五周的话考虑到中间 可能有一些时间上的调整 那基本上就是一个半月 所以这个timeline 基本上就是应该是从三月中旬 到那个四月下旬结束 然后还有个同学说 是不是差不多课前先给题目列表 然后准备好几个基本稿子 课上mark然后修改 基本上会是一个这样子的思路 先给题目列表 然后课上不仅仅会是mark和修改 我也会讲一下这类的题目 就是一个你们可以去follow的一个 workflow就是说一个很好的一个模板 不是说模板 应该怎么说思维导图 我比较喜欢叫它思维导图 因为我不是给你一个具体的 你就应该这么去讲的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你可以往里面 只填人物故事的这么一个东西 我会给你我给你的是一个步骤 一个step的workflow step by step workflow 第一步你应该说什么大概方向的内容 第二步你应该说什么大概方向的内容 第三步你应该说什么大概方向的内容 这里面应该就是比如说在第三步里面 你要体现的是什么公司里面的哪一些文化 或者说你要在第四步里面体现 你的一些什么样的特质 然后在每一步里面 我给你画一个这样子的mental map 一个思维导图之后 你把你的内容去填进去 然后其中那一节课 我会给你一个 我给你们一个我自己曾经写的一个稿子的例子 然后会给你分析一下这个稿子 我为什么在这个地方说了这些话 我这个稿子是怎么fit到我给你们介绍的那样一个思维导图 那个步骤图里面去的 然后你们可以参考那个稿子 然后把你们的答案可以去加一些内容 然后如果说当你们已经发现加不出内容的时候 我们可以那个 我会帮你们再去往里面去美化一些东西 如果你们能在课前准备好一些 已经写好的稿子 然后发给我的话 那这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 因为此前的同学大多数时候 很多时候他们是没有去体现准备 或者说他们准备了也就是上课来讲一下 然后他上课会去记笔记 那这种上课提前准备了来讲一下记笔记的这种方式 已经是比没有准备的同学肯定要好很多了 因为没有准备的同学根本就没有办法冒可 因为之前的情况是大多数人 他们真的如果说 就算是我点他们起来回答问题 然后也会就是没有办法现场组织那么流畅的语言 当然如果说你要是现场能组织比较流畅的语言 然后完了之后你本身自己有一个复稿的话 那已经是提升很大 就是说已经比那个能够达到比较好的一个效果了 但是如果说你提前能准备一个比较好的written的稿子 可能我看你的水平的话 就是我根据大家的水平 不一定每个人都一定非要准备written的稿子 每次课都要准备不是这样的 如果说就是你可以一两次课两三次课准备一些written的稿子 或者说你特别希望我去帮你精心修改的一些稿子 然后那这些稿子你可以写成就是written的形式 写下来的形式 然后发给我 我可以帮你一点一点去修改 然后给你提修改的意见 说为什么这里可以这么讲 为什么可以那么讲 然后再跟你去挖这个稿子 说你大概这个稿子讲多长时间 什么地方可以详细一点 什么地方可以简略一点 讲了太多的不必要的细节之类的 然后如果说我能看到你在很明显的 在这些稿子上的长进的话 那你其他的你就不需要再去写这么详细的稿子了 你给自己落一个提纲 然后你顺着这个提纲讲就可以了 好一周差不多是两次课还是三次课 两次课挺好 感觉像写了40篇那个托付作文 你不用写40篇托付作文的 我也看不完你的40篇托付作文的 绝大多数时候我还是去听你的稿子 听你就是讲的那个感觉 然后去听你有没有提到该提到的东西 因为到最后你去面试的时候 你也是讲给面试官 你不是说发一个written的稿子给面试官 所以written的稿子只是我会让你意识到说 你这个里面的用词会有一些哪一些pattern 就比如说你特别喜欢用某一类词组 但这一类词组其实是不合适的 主要是为了这些问题 然后这个BQ包括简历上的项目介绍吗 BQ很多问题 就是说面试的问题会涉及到你的简历上的项目 比如说就会有 比如说像刚才那个 Tell me about the time you went above and beyond a customer's expectation 那你已经above and beyond了 你肯定要讲一个项目嘛 那这个Tell me about the time 你就肯定得讲一个项目 那这个过程中 你就是在介绍你自己的项目 只不过这个项目的介绍的时候 你要去抓这个中间的关键词 above and beyond 原本的要求是什么 你多做了什么对吧 然后那这个过程 其实就是在介绍你的项目 那么你的项目里面 有什么我觉得你可以拿出来 大吹特吹的 我告诉你 比如说像之前有一些学员 然后之前有一期课的一个学员呢 他特别喜欢帮助班上的 Lifa一个同学 然后就是他不仅在BQ课上 各种帮助那个同学 去直连他的那个答案的部分 他还在其他的什么项目课 算法课 反正时时刻就是帮助那个同学 然后呢我就跟这个同学说 你可以把这一段 就是你帮助那个同学的过程 你就可以讲成一个故事 如果说将来你在答BQ的时候 那面试官问你 你什么 就是tell me about the time that you mentored a junior engineer in your team 那你可以跟面试官说 我在我们现在的公司里面已经是最junior的了 但是我在study group里面有一个比我还junior的 我怎么去mentor他的 你就可以讲这个故事 这是一个很好的体现 Leadership的过程 就是大概会是这样子的 有同学说这同学博士谁谁谁吧 表扬一下是他 确实是非常非常好的 一见同学非常非常好 然后还有同学说 BQ里面遇到项目相关的解释的时候 可以提到技术细节或者专业词汇吗 是可以提到的 但是你要记得说 不要过多的塞 就是说让面试官觉得overwhelming的细节 那这个所谓的过多的这条线在哪里呢 第一个标准基本上也就是说 你要看一下你整体的答案 不要超过四分半 你超过四分半了 面试官已经听睡着了 他也不会记得你讲了什么 而且呢 那个你讲的太快的话 他其实根本都记不下来那么多东西 然后呢 就是技术 至于说技术细节或者专业词汇 比如说你用了什么技术站 say Spark 或者说那个SQL 然后或者说什么Spring Hybernate之类的这样的词汇 这种东西你是要提到的 你在讲项目的时候 为什么呢 这些细节我们称之为必要的细节 我们到时候在课上会 就是会分析一些稿子 我自己的稿子 还有包括说你们写的稿子 我会去提到说 你这个地方少了一些技术的细节 我需要你去加一些什么TechStack的东西 或者说加一些最后这个项目 做完了一些metrics 比如说你说你improve了它的速度 那这个速度是从多少提到了多少 之类的这样的数字的细节 或者说你提到的那个技术细节 我是怎么 比如说像我之前介绍我的项目的时候 我说我是怎么去解决一个 Spark Pipeline里面的 memory exceeding的这样一个过程的 它总是报那个memory的limit 然后我是怎么把它给tune好的 然后这个过程中 比如说我去调整了 首先我去调整了它的什么 heat memory的limit 然后我去调整了什么什么 像这些中间的技术细节的专业词汇 你是需要去提到的 不一定面试官会非常的懂 但是你提到这些技术细节 只要你没有超过整个的实现 同时你这个项目的 就是说干货也非常的充足的话 那面试官会非常清楚的感觉到 你说出了非常多的essential details 然后你的这些details对你 就是解决这个过程是有帮助的 你很逻辑性的去讲出了 你是怎么去realize the problem and then how do you solve the problem 这样一个过程 然后这会让面试官觉得 你非常懂你在做的事情 you know what you're doing 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他就是说 哪怕你达到的东西 也许没有达到他心里面 对这道题的strong hire 但是他一定会对你有一个 很好的印象分 那这个印象分就可能让他 他会在后面的给你写feedback的时候 帮你美言几句 好BQ中如何get到面试官会想考察的点 每一道题其实他背后 都是有一些面试官想考察的点的 我们的小班里面会有介绍 当然如果说你非常非常好奇的话 你也可以去网上各种搜一下 我们的小班课里面会cover到 每一个问题面试官想考察的点是什么 然后这里面我希望 就是说面试官会希望看到的公司 你cue到的公司文化点是什么 然后呢 这个东西在网上也有一定的就是提及 你可以去搜一下 然后或者说你可以帮我们小班也行 好 然后整个过程小班的过程 大家如果上过什么 别的算法小班 项目小班什么的 都是知道的 全程连麦随时互动 然后你有什么问题 你就直接开麦问我就好了 会跟我们这次的视频课不一样 因为视频课是整体来说 大家的学生的数量是比较多的 所以我没有办法全程去开麦 而且刚才我让大家举手 好像没有人举手都在chat里面 小班课的话 你们我是非常非常欢迎 大家是直接开麦就跟我说话的 因为开chat嘛 我还得不停的切评 对吧 切评很麻烦的 你直接开麦的话 我们就可以直接聊了 好 然后相对于大班课来说 这个优势其实也不用太多的去啰嗦 大班课肯定不会给你每个人去代表简历 大班课也没有办法去跟你 从你的细节里面去挖BQ答案 比如说像刚才一个同学帮助另外一个同学 然后我建议他把这个东西讲成一个BQ答案的这么一个过程 那大班课是肯定没有办法帮你这么做的 然后这位同学也是表示 啊居然还可以这样讲 我说那当然可以啊 真的是很好的一个例子 然后完了之后呢 那个大班课也只会给你提供一个生硬的套路模板 比如说啊你的最最大的缺点是什么啊 大班课会大班课可能会告诉你啊 你就跟他讲一个非常无关紧要的缺点 哇那什么是无关紧要的缺点 你觉得这个缺点无关紧要 面试官会不会觉得这个缺点也无关紧要呢 之前我们就有一个同学 他说他就说到了一个 呃我忘记是 我忘记具体是什么了 然后他最后 呃反正我对我忘记这个具体的case是什么了 但是他当时问我说他可不可以说一个something 然后完了之后 我说你说这个something是不太好的 因为呃这也是一个中西方文化差异 你在美国这个文化里面说这个东西 嗯你可能会收到一个不好的评价 建议千万不要讲 然后所以最后他没有说啊 然后这个同学那个怕死了 Google的海文卡米体现在在等评卖啊非常好 好那BB了那么多我们可以来冒个面试啊 啊有没有同学好 第一道题就是说 tell me about the most challenging project you have worked on 刚才有个同学在问那个啊 这个BQBQ包括简历上的项目介绍吗 如果你想来mark一下你的项目介绍 比如说most challenging project的话 你可以现在来mark一下 啊 卡拉同学你可以你愿意你愿意来mark一下吗 ok好那我来给你开麦 好卡拉同学我给你开麦了啊你可以说话 可以听到吗 啊好像可以听到 好你等我打开一下我的那个记录吧 好ok好那 啊不一定不一定你用中文说也可以的你就跟我讲一下你的project的然后啊你觉得这道题就是我给你然后你用你如果你用中文的话你会想怎么去打 呃用中文的话呃我先说一下就是整体的价格应该怎么样我会跟大家describe一下这个project是什么然后为什么我觉得它很challenging 然后会说呃对于这些challenge我是怎么样解决的然后最后这个project有怎样的结果 然后我现在就可以呃比较详细的打然后这个challenging的project就是我可以说我现在最近在工作的一个project它是在建一个呃 data pipeline然后呃这个data pipeline它是用来呃给data scientists来提供process数据那样子data scientists就可以用这些数据来fit machine learning model 然后这个呃prediction就是mission learning model的prediction最后是会hand off to uh software engineer 然后会surface on the frontend然后我们的user就可以看到这些prediction 然后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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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需要我用一种比较standard的方式来去provision这些tools, 所以我在其中还学习到了一个叫做Terraform的一个工具, 它可以让我们就是用code的方式来组建我们的infrastructure, 然后我们可以随时的去更改它,更改我们的infrastructure。 然后这是在cloud infrastructure方面我遇到的challenge, 然后在data方面我也遇到了一些challenge, 因为这一个pipeline它处理的数据是satellite data, 然后satellite data在之前我对它的了解并不是很多, 所以呢这就导致我在上班的时候就主动的去问了很多的domain experts, 问他们这些satellite的data它是怎么样使用比较合适,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我学习到了很多关于satellite data的特性, 然后哪些data是比较useful的data, 哪些data是比较没有用处的data,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学习到了很多最后这个project finished的很好, 然后我就是及时的把我们的data process好送给data scientists, 然后我们的产品也就是按时的上线了, 然后这个feature给我们的products也带来了更多的user engagement。 好的,我觉得你的整体的这个flow给的是非常好的, 就是你刚才一开始先总结了一个提纲project是什么, 然后它的为什么它很challenging, 然后我是怎么解决的, 我有什么我最后这个project什么结果, 我非常非常喜欢你的为什么它很challenging的这个部分, 然后他非常就是说那个很多时候大家去答题的时候都会去忘了我, 去解释一个为什么这个东西很challenging, 为什么你要这么做, 为什么你不要这么做, 我觉得刚才你在这个为什么的地方你答的非常好, 你的狗在叫, 不好意思, 我以为你打了个喷嚏, 然后你的那个接下来呢, 你一开始先对project的做了一个summary, 然后这个summary, 我觉得这个位同学是答的非常棒的, 卡尔同学真的很好, 然后那个一开始你的summary里面, 你先给了一个关键词, 就是说一个phrase的summary, 这也是我给大家推荐的一个给project做summary的办法, 先给一个关键词, 这位就是说卡尔同学给这个project定的关键词是data pipeline, 这个就是说总括非常好, 然后接下来卡尔同学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就是他是给data scientist去process数据的, 这个数据可以去feed model, 可以predict什么什么东西, 具体的刚才的细节我没有copy, 我没有get下来, 但是然后最后的重点就是说end user可以看到这些prediction, 然后我不知道卡尔同学最后要怎么去用英文去组织这个东西, 但是呢, 这是我非常推荐的一个summary是你的工作的一个方法, 讲任何一个project的base的这么一个bq答案之前, 或者说就是单纯的面试官说那给我讲讲你最喜欢的一个project吧, 之类的这样一个问题, 讲任何一个这样的问题的答案之前, 都是要有一个summary, 开门见山, 这是英文写作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 就是开门见山, 第一句话永远是summary, 在学术写作里面就是说你在写moth thesis的时候, 写moth paper的时候, 很多时候也是要这样子的, 第一句话是开门见山, 当然呢会有一些文学性的修辞, 他一开始他会摄问句啊什么的, 但是在正式的学术写作的场合里面, 第一句话基本上永远都是summary, 那所以接下来怎么去做这个summary的话, 就是像刚才我说的, 首先他是一个what, 是用几个phrase去概括, 他是一个what, 他是个data pipeline, 他是for whom, for data scientists, to do something, to process data, 然后for what purpose, to fit models, and show prediction to the users, 什么什么什么, 这样的话, 一个summary就非常的完整, 刚才这个summary的几个重要的component, 卡尔同学都达到了, 这个非常的好, 然后外的部分就是说, 为什么他很challenging的部分, 卡尔同学提到了两个challenge, 一个是在那个叫做software development, life cycle上面, 这是我给你的一个总括, 因为我听到了你说第一次从头到尾, 那从头到尾的话, 你要记得去跟面试官提一个关键词, 叫end to end, 我相信你已经知道这个关键词了, 这个end to end的这个关键词, 听起来是非常的漂亮的, 在大公司很多时候, 你去写一个什么最后的年, 中期总结或者年中总结的时候, 你很多时候都要写, 我什么, 立了一个end to end的项目, 什么什么东西, 这个end to end的就是一个很好的关键词, 一定要记得把它讲出来, 然后end to end的就是去work on the lead a project, 你可以说你自己lead the project, 领导了这个项目, 虽然说你没有领导其他人, 但是你领导了这个项目, 这个是一个, 就是说一个phrasing吧, 一个用词, 上面的一个讲究, 然后呢, 你可以说你参与了design, 参与了implement, 然后你可以说你什么写了多长一个design doc, 这些都可以讲, 如果你写了的话, 然后这中间涉及到cloud infra, 然后需要有对那个awks2的很多了解, 这个中间就是因为这个所谓的challenge 或者difficulty就来自于你对很多未知的东西的不了解, 然后你需要有很多的learning curve, 对吧, 所以这个部分的challenge是非常非常legitimate的, 是很合理的, 然后第二部分的challenge就是刚才说的, 也是一个unfamiliar的, 但是它是另外一个方面的unfamiliar, 前面是unfamiliar with tech stack, 那你可以总结一下, so the first challenge is that I am not familiar with any of the tech stack in this project, 然后呢,第二方面的challenge就是说, so the second challenge is that I'm not familiar with the data that we're processing, so we're processing satellite data in this case, and before this project, I didn't have much understanding and knowledge about the satellite data, and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like what part of the data can be useful, and what a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ata that can be used, can be used or needs to be discarded, because they're not useful, or they're actually a little bit, maybe not clean什么之类的, 反正就是就可以说一下, 但是一开始呢, 也是像刚才我说的, 我的first challenge是什么, 你总结一下, 然后你开始讲, 然后像你刚才说的那些什么, 我需要去用什么样的standard的方式去处理, 学到了一个什么工具, 然后这个工具有什么用, 然后第二个challenge是什么, 第二个challenge就是satellite的data我也不熟, 然后呢你又怎么去解决到这个问题, 好讲了, 然后最后这个结果也讲得非常好, 就是一个是项目的结果, 第二个是当事人的结果, 就是datasense那边你的client很满意, 对吧, 你做了这个东西, 你的customer, 你的client得非常的满意, 那你client很满意, 这个提到了非常好, 然后呢最后这个项目的impact也提到了, 上线了, 给带来了更多的userengagement, 就是你不仅launch了, 你还landed的有impact了, 然后同时你的client, 就是你的直接client和你的间接client都很高兴, 这个整个的答案是非常好的, 我没有什么特别要去提出修改的地方, 除了刚才就是说对于那两个challenge, 你在组织英文的语言的时候, 你可以把那个两个challenge的部分, 就是这个stop component的小段落里面, 也依然保持这个总和分的这样的一个格式, 然后这样就更完美了, 整体来说我觉得这个答案的就是水平非常的高, 我应该会给一个很好的, 基本上是strong high的这种状态, 好, 然后有个同学说, 如果说是这道题从soft skill 方面去回答, 可以吗, 比如说work cross好几个部门, 然后涉及到efficient communication, 同时要有tech skill set, 完全可以, 我就是这道题, 像刚才就是那个cara同学提到的是, 从纯tech方面去讲, 然后从那个unfamiliarity的方面去讲, 但是challenge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方面, 你可以有tech上的challenge, 你可以有那个就是跨部门的, 就是说这叫做organizational的一个challenge, 然后也可以有就是比如说合作上, 比如说你们跨市区, 你是白天它是黑夜, 然后完了之后, 比如说你在一个很大的公司, 然后你是白天它是黑夜, 然后你们总是要导着时差去联系, 然后这个中间你要去花很多的心思去协调各种垃圾标的东西, 然后还有可以是那个你有好多个stakeholder, 然后这些stakeholder那个要分别跟他们做不同形式的汇报, 因为他们懂的东西都可能不太一样, 然后他们只是都需要你的这个东西, 然后呢那个那你就要针对这些不同的stakeholder去制定不同的report的内容, 然后一天要开很多的会, 所以你很多的时间就说你在take你去做这件事情之外, 你还要花很多的时间去准备各种各样有不同想略侧重点的那个report什么之类的, 好, 然后下面的同学已经开始点赞了, 有人说讲得很好, 这个问题是不是应该要说一下怎么样跟别人合作, 除了问satellite的数据感觉是好大的项目, 完全是自己做的, 这个地方如果你有跟别人合作的话是可以提到合作的, 然后而且是非常建议提到合作的, 但如果这个项目确实就是你自己一个人做的的话, 你也不用非得去加一点合作的项目在这个里面, 因为会有其他的机会去让你说就是你跟别人合作的过程中有什么什么东西, 那我相信凯尔同学因为这个项目听起来非常的solid, 我觉得他肯定会有其他的去跟别的人合作的机会, 当然这些对, 然后这里就提到说我们讲故事的时候, 不一定非得讲是我们自己那个公司里现在在发生的, 或者说这个公司的东西, 你只要你在三年工作经验以内, 你还是完全可以去讲你在学校, 甚至你在以前实习的时候所遇到的一些东西的, 所以呢, 如果要是你在现在的公司里面的project都是自己做的, 比如说你工作一年左右, 然后你没有怎么去跟别人合作过项目, 你基本上都是自己individually lead a project, 这个完全没有关系, 你可以说他问你什么那个group project的时候, 你可以说学校的, 然后假如说你在学校里面是lead了一个student project team, 那也是非常好的一段经历, 因为这个中间呢也可以有很多的私逼, 我当年就遇到过很多的私逼, 然后我就是那个lead, 然后我在面试里面跟面试官讲了很多团队管理之道, 居然还拿了一个非常impressive的strong hire, 然后anyway, 下面又有同学要给卡尔同学点赞, 说那个第一个就outstanding, 点个赞, 好, 非常棒, 我也觉得非常棒, 好, 然后这道题我们来说一下, 就是面试官想问什么, 他其实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从不同, 你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讲这个most challenging, 然后这个most challenging呢, 其实我一般是建议说你一个bq题, 你把它当成一类的bq题来准备, 你当成一类的bq题它可以是哪一类的, most challenging, 这道题我换个方式问的话还可以怎么样, 可以是说tell me about your favorite project, 比如说favorite project, 这个题很虚, 对吧, 为什么你最喜欢它, 因为它很challenging, 然后我觉得我解决了一个great challenge, 我觉得我那个成长了很多, I learned a lot from this project, so I think this is my favorite, 这个理由就非常的妥当, 然后你就把那个favorite project, 就非常顺滑的就转移到了most challenging project上面来, 好, 然后most difficult project, 或者说什么the project that you feel the most proud of, 你最骄傲的项目, 对吧, 都是可以用刚才的这个故事来回答的, 而且呢, 它这一类问题它只会问你一次, 就是刚才那个tell me about the most proud of, most challenging, your favorite, 这样的问题它只会问你一次, 因为它后面还有其他的点要去采集, 所以呢, 你用这一个故事去准备刚才那三个问题, 就是同一类问题就可以了, 好, 然后分析的角度可以去从difficulty来讲, 可以去从那个impact的是, 是说我们刚才说你为什么非常骄傲, 然后完了之后从那个leadership的过程, 就是刚才同学提到的那个soft skills, 比如说跨组合作, 我要去主动的推进很多东西, 然后什么我跨组合作的过程中, 我那个code review 还被那个组block了, 然后他们做的非常的慢, 然后我还要去escalate, 去解决这些问题, 如果你真的有参与这些乱七八糟的, 然后又去主动push的话, 你这个leadership, 非常是完全可以讲的, 这个most challenging project里面, 因为cooperation, 跨组的cooperation, 确实是一个很大的challenge, 好, 然后第二个mocker问题, Tell me about the time that you made a decision without consulting your manager, 好, 这就是我们前面那个在前面那一堆list里面提到的, 你没问你的老板的意见, 你没问你老板的意思, 你就做了个决定, 这道题有没有谁想上来mocker一下的, 如果说大家最近要面试的话,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尤其是如果最近要面试亚麻的同学, 这是一个免费的mocker, 有人要举手吗? 为什么大家如此安静? 好, 如果说那个没有同学要想要举手发言的话, 你们可以把想法打在chat里面, 然后可能大家还是比较害羞, 然后那我可以先讲这个题, 然后我过一会儿来看你们chat里面都打了些什么东西, 比如说像这道题的话, 我会去怎么分析这道题呢? 首先这道题里面有几个关键词, 对不对? made a decision, 这是一个关键词, 然后without consulting manager, 这是一个关键的phrase, 一个词组, 它是一个限制条件, 好, 然后接下来made a decision, what decision, 你做了什么decision, 你肯定要讲, 对吧, 然后这个decision是在什么样的background下做的, 什么样的背景, 就是在某一个项目当中, 我们这个项目是做什么的, 还是刚才那个caro同学提到的那样一个summary的那个方法, 给一个summary给这个project, 然后呢, 这个项目当中遇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对吧, 你做一个decision, 你肯定是有一个target problem的, 你要针对一个problem来做一个decision, yes or no, 或者说abc当中选一个, 对吧, 然后那这个问题是什么, what's the problem, 然后what decision did you make against this problem, 好, 然后你做了这个decision之后, 接下来呢, 另外一个需要clarify的, 就是你要跟面试官讲清楚的, without consulting your manager, 你为啥不问呢, 你本身作为一个report, 你就是应该要去咨询你的老板的意见的, 但你为啥不问呢, 那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说的, 你需要去在你的故事的基础上去瞎编一些东西, 像刚才那个应该是Lio同学说的吧, 我没有故事, 我瞎编行不行, 那比如说你肯定做过一些project, 这些project不一定是什么, 好, 拿一个你的project的出来, 这个project当中肯定有一些你遇到了一个问题, 你要决定用什么东西去解决它的这么一个case, 对不对, 你要用一个什么东西去解决它, 比如说吧, 你要做一个全战的项目, 然后你肯定要做决定你这个全战的项目, say你这个中间的data schema, 要这么去设计, 为什么要这么设计, 你这个decision, 就是data schema设计成这个样子, 这就是一个decision, 然后那接下来, 他说你没有去consult your manager, 对不对, 他没有consult your manager的话, 你为什么不consult your manager, 那如果说你是在学校做的一个全战项目, 那这个manager就是你的professor, 或者说你的project advisor, 你为什么没有去consult, 你把他说他生病了, 你把他写走了, 你是导演, 你让他死了不就完了, 但是死了不好, 对吧, 那你把他写走了就行了, 你是导演, 你给他加个戏, 你把他加到, 反正他什么放休假了, 生病了, covid了, 没空管你了, 开别的会去了, 总之他就没有空撩你了, 那这个时候就是你一个人了, 那这个戏就加完了, 所以我们刚才是提到说, 你要基于自己的实际例子去编故事, 而不要凭空的去捏一个project出来, 你不要去说什么, 我根本没有做过的一个东西, 然后我把那个东西编出来, 我跟面试官讲, 很容易被戳破洞的, 因为你万一对那个中间有一个环没有接上, 有一个逻辑环没有接上, 或者面试官poke你, 说这个中间, 你给我讲这个东西的技术系列是怎么操作的, 你要是没做过的话, 那你就很凉, 所以一定要基于自己真实做过的project, 在这个project上去加戏, 去加东西, 然后当然加的要适度, 比如说你不能把你的manager或者professor先死了, 对吧, 你只能说他生病了, 或者他要去开会, 他没空管你, 然后他那个邮件不回了, 所以, 然后这个东西又很急, 所以你要自己做决定, 然后接下来你做了什么决定, How did you make the decision? 那你去做这个decision, 比如说像刚才我们说的, 为什么Data Schema要这么设计, 为什么不是另外一种设计方法, 一般来说How did you make the decision? 一般是首先你要分析需求, 对吧, requirement是什么, 我要达到什么样的功能, 我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根据这个requirement和这个功能的话, 然后我觉得这东西应该长什么样, 他长什么样, 他肯定还有另外一种可以的alternative的方式, 那稍微工作一点, 过的同学都会知道, 你写design doc, 你需要写alternative, 然后那为什么你选了这个, 而不选你的alternative, 那这个地方就是你要去跟面试官解释, 为什么我要觉得要做这样的decision, 为什么我的这个想法比alternative的想法好, 这个中间你还可以再加个什么系呢, 你如果说这个项目, 你想把它说成是有合作的项目的话, 像刚才Cara的那个项目, 就是一个most challenging project, 它的那个technical challenging的部分已经挺足够的了, 如果说要是不去加的话, 也就是不去加什么合作的戏份在里面, 是完全可以的, 在这道题里面, 如果你不去加合作的戏份也可以, 但如果你就是很想加的话, 你也可以加一个合作的戏份, 甚至说合作还be-seagree的戏份, 你可以说你的同事, 他想的那个alternative, 他觉得应该那么设计, 可是你觉得他那个想法不好, 你觉得要不要按他向那么设计, 然后你要按照你的想法去这样去设计, 然后你去分析他的那个pros什么, cos是什么, 好处是什么, 坏处是什么, 你的这边的好处是什么, 又是坏处又是什么, 或者说你这边根本就没有坏处, 所以呢, 你就按最后你们讨论之后, 你成功的说服了他, 你按照了你的想法去设计, 那最后面试官take出来的notes, 当然那个过会儿再讲result, 那这个过程中, 面试官take出来的notes是什么, 一, 你做了一个什么样的decision, 然后这个decisiontarget的problem是什么, 然后二, 你为什么没有问你的老板, 你老板什么那个生病了, 开会去了什么之类的, 然后接下来, 你为什么就是你是怎么样做的这个decision, 你分析了什么样的alternative, 同时你还disagree了, 所以你在这里面达到的是什么呢, 一个是bias for action, 就是你没有等你老板回来, 没有去被动的等待, 二就是disagree and commit, 因为你disagree了你同事不太好的那个想法, 而坚持了你自己的想法, 并且成功的说服了他, 所以这个地方你就可以主动的给自己加个戏, 去kill第二个点, 当然这个第二个点就是说disagree的这个部分, 并不是必要的, 也可以是这个alternative完全就是你自己想出来的, 我能想到这道题有bripper, 我能想到这个problem有好几种不同的解法, 然后我觉得哪一种是好的, 哪一些是不好的, 然后这个东西也没有任何关系, 这是你考虑问题考虑的非常全面的一个体验, 所以就是你可能会有dive deep的分, 你不去想合作, 你可能会有dive deep的分, 你去讲那个合作, 然后去disagree的话, 你可能会有disagree的分, 所以你总是可以去kill到一个点的, 所以你不用去, 非得要去在中间造一个什么, 要去跟人家那个disagree的东西出来, 看你自己的兴趣, 你想加你就加, 你不加也可以, 那这就是我说的, 你可以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项目的经历, 去在里面加细分, 加出一个很好听的bq答案出来, 然后去kill到公司的点, 然后最后这个result是什么呢, 那自然这个项目是要做完了, 做完了之后, 那肯定那个manager回来, manager回来这个地方要记住, 要给他一个汇报, 因为你不可能永远都不告诉他, 你的义务就是要跟manager去告知你的进度和你的结果, 还有比如说减述一下, 你做这些decision的一些理由, 那你回来之后你是要去brief你的manager, 你要简短的跟他汇报一下这件事情的, 那manager听完之后你就很高兴嘛, 这件事情就皆大欢喜了嘛, 这样才是一个完整的result, 好, 我们来看一下那个chat里面, 有个人说已经贵了, 这辈子远利亚马, 看到就烦, 对, 可以的, 没有问题, 亚马确实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公司, 只能这么说, 然后有人说, 哈哈哈decide to quit the job, 好的那个manager也可能被pip了, 但是你们不要说manager, 好吧, 如果说你真的有一个manager被pip了, 那你是可以说manager被pip了, 然后就是说manager left the job, 这个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但是如果说要是你的组里并没有真的leave the job的话, 最好还是不要去编这样的一个故事, 如果他真的是走了的话, 你可以说他leave the job, 你不用去编他说他只是生病了, 但是如果他没有走的话, 你不要说他去走了, 然后有人说七年多工作经验, 聊简历和bq的时候, 是不是得讲近一年里面的project, 肯定还是刚刚做过的细节记得最清楚, 还是我要去体现senior的经历, 你七年多工作经验的话, 你肯定基本上去面一线公司, 起码是从sde2网上, 很可能是会让你那个往senior方向去面, 看各个公司的head count的情况, 然后可能让你面senior, 然后面的好就直接给senior, 面的如果说一般的话, 可能会降级成sde2的顶包, 然后或者说有些公司要求比较高, 或者说他觉得你的项目经历, 就是说比如说缺少一些分布式的一些经历的话, 可能会只让你面sde2, 然后你需要加面才能面到那个senior, 会有这种情况, 然后那就是说七年工作经验, 因为整体来讲, 你还是比较偏senior的这种level上面, 所以你讲故事的过程中, 一定要记得去关注到一, scalability, 就是你项目的深度, 还有你的项目的scope, 你不能再去说那种非常, 就是像junior一到三年的时候, 做的那种一个什么, 一个简单的component的这种东西, 你肯定需要绝大多数的项目都是要放在end to end的, 然后同时还需要有一定的scalability, 要有一定的rearchitecture, 或者说redesign, 然后之类的这样的字眼要出来, 然后呢同时, 还有你需要强调的就是, 因为你已经是比较relatively senior的level了, 你需要强调的是你的leadership的东西, 就是比如说你这个里面, 你可以delegate一些工作给其他的junior的人去做, 然后或者说你lead了大概什么三四个人, 两三个人去一起做这个project, 然后你是这个project里面的techleader, 然后你带着一小群人去做, 这个人数不一定, 你如果说带的更多的话, 那自然更好, 但是你基本上带两三个人是挺正常的一个事情, 因为你毕竟七年的工作经验嘛, 然后也需要去, 可能中间可能还需要提到一些, 就是你肯定会被问到一些, 你怎么去mentor你组里的junior的这些问题, 然后这个需要准备一下, 然后呢就是是不是非得进一年的, 不一定非得是进一年的, 只要你之前做过的project的有以上刚才的特征, 你都可以拿出来讲, 整体来说就是选一线大厂SD2, 或往上的那样一个level上的, 基本上就是end-to-end project, with scalability, 然后and scope, cross team的最好, 没有cross team的话, 自己team的也不错, 但是你的impact要超过你自己, 也就是说你起码这个项目, 是要benefit到你的整个全组的, 好, 然后下面有个同学说, 我的manager放权放的一塌糊涂, 这提我倒是回, 大部分情况下manager都说, 相信你做主我在忙, 这个也可以啊, 你就可以跟面试官说, 我的manager, 其实我这种情况我遇到过很多次的, 我的manager总是跟我说, I'm very busy, you made the decision, I trust your judgment, 然后所以就是我就跟你讲其中的一个故事吧, 你跟他反而再一波不就完事了吗, 然后这还是一个挺好的点, 因为他面试官会提值感觉到, 哦, 原来你很多决定都是自己做的呀, 嗯, 这个小孩还是挺有, 就是独立精神的能主见的, 说不定是一个很好的leader呢, 这个是可以的, 没有关系, 好, 然后呢, 那个我们, 因为刚才那个题目, 好像大家都不愿意上来mock, 但是在chat里面, 我们交流了挺多很有意思的观点, 挺好的, 那我们就move on to, 必可小班的一个介绍吧, 整体来说就是当刚才大家已经看到了, 就是我希望这个课是设计成为, 我用一类问题, 我用一个故事去答一类问题, 然后这个故事稍作调整, 就可以去那个fit每一个问题的关键词, 就比如说刚才most challenging project, the project you are most proud of, 或者说your favorite, 然后那接下来你只需要把这个project里面稍微加一点点词, 比如说你favorite, the reason why I feel this is my favorite project, it's because it has very, it has difficult technical challenges in there, 然后你就可以开始去讲你的challenges了, 其实就是加那么一两句话, 把这个东西给扭过来, 然后就是这里就是所谓的多题一打, 你可以用最少的时间和精力, 然后去准备尽可能多的题, 然后接下来呢, 一个故事里面你有很多的多面性, 就比如说像刚才without the consultial manager的部分, 你的这个故事, 你可以去讲你去dive deep, 就是我考虑了各种各样的alternatives, 然后呢你也可以, 如果说这是data schema上的设计, 这个题目里面可能还有别的设计, 比如说一个API上的设计, 这个API上的设计呢, 你就可以再加一个系, 比如说像你比如说像刚才data schema上, 你可以加了data, 就是说dive deep的系, 你考虑到了不同的几种data schema的设计, 这里你做了一些分析怎么怎么样的, 然后呢这个题里面, 这个故事里面, 它还可以有另外一个侧面, 就是它有API的design, 这个API的design呢, 可能你队友提了一个什么样的design, 但是你觉得这个东西不够extensible, 然后所以呢你觉得应该怎么去design, 然后于是你disagree了你的队友, 然后那个最后你们讨论了一个方案出来, 再把这个方案escalate到你们的advisor那边去了, 然后advisor觉得你的这个想法非常的好, 然后最后就定了你的想法, 然后就把这个东西执行下去了, 那这个里面就是这个故事的另外一个侧面, 你就去达到了就是disagree的那道题, 就是说tell me about a time that you disagreed with your team member, 什么之类的, 然后如果说这个他问的那个题是说disagree with your manager的话, 你就把你的这个创造出来的队友, 给他说成是你的那个project advisor就可以了, 对吧, 然后这就是所谓的利用故事的多面性, 用最少的故事, 就是说用你最少的项目去准备尽可能多的题, 你去把这个项目里面的每一个侧面都挖出来, 每一个侧面你去加一点不同的东西, 你就可以用同一个项目里面的不同侧面去cover更多的题, 好, 然后呢接下来就是一个精炼语言, 有些时候之前有一个同学, 他真的是非常的健谈, 他一个题目他能跟你讲十分钟, 但是他起初很多里面的细节是讲的非常的不必要的, 比如说他会在里面讲很多的他的那种心理活动和以及他跟那个面试官中间, 啊really, 这样子的一些不必要的就是交流细节, 但是然后呢接下来就是我帮他去精炼这些语言, 我说你尽量去少讲这些东西, 你整个故事里面你写个稿子给我, 哪些东西是你要讲的, 哪些东西比如说这画出来一大段, 这些部分都是你不需要去提的, 然后这个就是我会根据你每一个人的语速和词汇量, 然后用尽量, 你能就是说你能manage的那些词汇的水平去表达这些千变文化的问题, 因为很多时候你并不需要一定得把那个词用的非常的高大上, 什么那种GRE的超长难, 不是长难句, GRE的那种超大的词汇, 很多时候我也不知道, 因为我GRE是考的很烂的那种, 我的分数考的很高, 可是我考完就忘了, 而且我也没有怎么去刷那个什么词汇表, 反正我的vocabular是很烂的, 我就是一个用plain words, 非常简单的词汇去跟人把故事讲的生动形象的这么一个例子, 所以我会帮助你说, 如果说你的词汇量比较受限的话, 然后那我会帮助你去把故事在有限的词汇量下讲的比较的完整, 然后以及尽量的生动, 然后接下来就是归纳各类问题的一个叙事结构, 就是叙事结构有什么好处呢, 能够让你讲这个故事的时候, 让面试官觉得你说的答案非常的有逻辑, 就是让他听起来很明显, 很明确的有一个flow在那里, 这个故事的主旨是什么, 然后这个人他为什么要这么想, 然后他这个又是怎么做的, 中间的一二三都是什么东西, 然后他就能给你画出来一条非常明确的一个flow的线, 一个logic flow的线, 然后同时我提到的会给你们思维导图, 你们就往这个思维导图里面填内容就好了, 还说我凡尔赛, 好, 然后那个对的, 我也是比较凡尔赛的, 对, 你记得我分数挺高的, 是的, 我加一分数是挺高的, 但是就还是那个问题, 我背完就忘了, 你真的问我现在一个什么加一词汇, 我不见得认识, 然后同学有问说, 请问一下onset的时候, 不同轮次遇到不同的面试官可以用同一个case吗, 你可以用同一个故事, 但是我不建议你用同一个故事的同一个侧面, 通常来讲不同的面试官会问你不一样的题, 如果说他问了你同样的题, 你要告诉, 就是BQ啊, 一定要告诉他, 前面有个问试官已经问过了, 你确定还要问这个题吗, 他说那你再讲一下吧, 那你就再讲吧, 然后你就问他说, 我就是这样的经历, 我只有一次, 我能再跟你讲一下, 我刚才跟那个面试官讲过的东西吗, 他说OK, 那你就可以去讲, 但是如果说他要是说, 我还是希望你讲一个不同的东西, 那你还是得讲一个不同的东西, 所以就是我建议说在准备的过程中, 每一个问题, 你去准备两个不同的故事的侧面, 就是两个不同的答案, 给同一个问题, 这样子的话, 如果你被遇到一个重复的, 你起码还有一个可以选, 然后, 不同轮的面试官会交流面试者的答案吗, 用一个story答不同轮的题会有问题吗, 一个项目的不同侧面, 答不同轮的题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它是不同的侧面, 每一个侧面都是一个story, 我们其实更多, 刚才我那个地方用词不准确, 应该是说用一个项目的不同的侧面, 去答每一个题, 然后每一个答案, 是最后就会不一样, 然后这种情况下是可以的, 然后不同轮的面试官会交流面试者的答案, 因为面完了之后, 大家会有一个, 比如说在亚马拉, 它会有一个hiring meeting, 然后就是所有的面试官一起带着recruiter一起开个会, 然后带上他那个所谓的barraiser, 然后呢, 那个大家就分别表达意见, 然后就是觉得说这个人该不该hire, 然后我采集到了什么数据, 然后信息汇总之后, 那个barraiser会做个, barraiser和hiring manager, 一起会做个决定, 说我要不要找你, 然后呢, Google那边是, 呃, 面完了之后, 那个每个面试官写feedback, 写完之后, 呃, 根据这个feedback的整体情况, HR会决定说, 你这个feedback, 如果说所有人都给的是no hire的话, 你肯定是不会送hiring committee的, 但是如果你只要超过一半是比较positive的, 就会送hiring committee, hiring committee呢, 就会看这些面试官写的feedback, 然后也是相当于是做一个group review, 但是在Google那边的话, 呃, 不会有面试官直接参与这个review, 而是hiring committee看面试官写的feedback来review, 所以面试官是不会主动去互相交流的, 但是最后这个结果依然会汇总, 啊,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不要套模板, 每个人的答案都不一样, 因为每个人的经历都不一样, 千万不要看到网上去说啊, 那个什么我讲, 讲什么最大的缺点, 可以说这个, 可以说那个, 没有那么多可以说这个, 可以说那个的, 没, 如果说讲一个东西的人太多了的话, 面试官只要面过足够多的人, 他就, 他就会意识到你是在套路他, 然后他觉得你在套路他, 你这个面试可能就量了一半, 除非说你后面有什么非常outstanding的东西出来, 否则你基本上就量了一半, 所以就是你去讲一个故事也好, 还是讲一个你的性格特点也好, 我们都是建议说你一定要去讲跟你自己真实相关的东西, 基于你真实经历, 所谓的基于真实故事改编, 而不是去造一个什么很随大流的东西, 也就是刚才说的在中西方文化里面, 中国是比较强调说, 你不要有一个个人的就是个个人的像, 个人的那种头就是那种那种印象, 然后你要有一个群像, 但是在西方文化里面, 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个体, 他非常讲究个人之间的差异性, 所以一定不要去随大流讲那个就是完全一样的东西, 然后呢那个就是这里就是一堆排比据告诉你, 我们不会用千篇一略的答案去就是怎么说呢, 去赚你的黑心钱, 然后而是去教我是给你一个结构, 我是给你一个flow, 然后你去把你的内容填进去, 我帮你把这个内容填进去之后再美化, 好, 然后简历上呢, 如果你们需要代比的话, 那是可以代比的, 后面一会会提到, 如果你不需要简历代比, 你觉得你的简历已经做得非常的好了, 没有关系, 那次简历你可以换成一次那个一对一的那个辅导, 一对一的辅导其实价格是比简历贵的, 所以你是滑得来的, 好, 然后比如说思维导图, 像你自我介绍为例的话, 那思维导图的这样一个例子就是一开始, 你需要有一个summary, 这个summary就是你的feature, 我们是以一个卖东西的这样一个角度来讲的, 卖东西经常讲的一个结构就是feature benefit, sorry, feature advantage and benefit, feature的话就是你的一个summary, 你叫什么, 然后你在哪里, 然后你的职位是什么, 你有什么经验, 你擅长, 然后你有几年经验, 一个简单的summary, 然后你的advantage呢, 就是你跟别人比你牛逼的地方在哪, 那你实习的话就有什么擅长的语言, 会用的工具啊, 牛逼的项目啊, 然后什么之类的, 你应届的话呢, 就会有一些什么, 也是你擅长的, 就是说你profession的一些工具, 工具啊, 语言啊, 有什么, 然后你实习经历啊, 有什么东西, 你做过的最牛逼的项目啊, 你可以选一个来介绍, 这个里面不一定什么都得提到, 但是你觉得把你有亮点的东西提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呢, 跳槽的话也是一样的, 你就是最熟悉的东西是什么, 你觉得你能跟别人最拉开差距的东西是什么, 这也就是刚才我提到的, 就是说如果你觉得你的经历当中有一些什么东西, 你觉得不讲会影响你的定级或者谈包的话, 那哪怕它可能会影响你的后面的, 就是压缩你后面的什么写题的时间或者WQ的时间, 我也建议你讲一下, 起码讲出它最challenging的部分来, 比如说像我当时在刚第一份工作, 就大概半年左右的时候, 我做了一个其实接近小公司senior level的一个项目, 去做一个Spark pipeline的end-to-end的design, 然后加implement中间还做了performance tuning, 我还挖到了Spark pipeline的底层去, 这样一个东西, 我拿出来就来做, 就是说我在每一次面试之前, 哪怕在面Google啊, 面Amazon啊之前之类的这种一线公司之前, 我都花一个大约五分钟的自我介绍, 专门讲我这个project, 就是我为了让面试官get到, 你不要当我是一个SDE1, 或者说一个entral level来面我, 你要当我是一个SDE2, 或者说就是狗家L4啊, 或者说亚马拉SDE2啊, 这样子的一个level来面我, 最后就是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combine在一起, 但是最后就是我在小于两年的经验的时候, 我拿了一大串的大厂的SDE2的offer, 所以就是这个东西是有一些risk的, 就是可能我后面会做完题, 但是呢最后这个risk没有发生, 而且我愿意take这个risk, 如果我写不完我认了没关系, 但是我就是想跟你介绍我这个项目, 最后反正我赌赢了, 所以就是如果就是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这个经历, 如果说你真的有就是中间这一块, 你真的有能跟别人拉开很大差距的东西的话, 是很建议去把它讲出来的, 然后剩下那些, 当然这个里面你不是就是我说的, 你不是每一条都得cover到, 你把你最重要的那一两条拿出来讲就可以了, 然后呢最后就是所谓的benefit, 公司招你他有他能得到什么样的好处, 那这个他能得到的好处就是从你的职业兴趣, 和你对这个公司的文化认同来体现的, 为什么是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呢, 就是你对这个公司有浓厚的兴趣, 你对这个公司文化非常认同, 那么你进去之后你一定会过得很开心, 你开心你就会创造更大的产值, 你就会活得如鱼得水, 那么公司自然就会从你的产值当中获得更大的利益, 所以是这么样一个逻辑, 好,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一个自我介绍的思维导图, 后面针对于其他的一些题, 也会有类似的思维导图发出来, 然后呢, 关于像刚才Google的那个hypothetical question, 那种imagine you are in a situation, 怎么样怎么样, what would you do, 我们也有一套思维导图, 反正之前两期的小学员反馈说, 那个思维导图很好用, 好好好, 我们来说课程大纲了, 不好意思, 稍微有一点脱膛, 前面那个答疑的部分时间给的比较多, 然后课程大纲的话, 今天就是这个试听课, 然后接下来我们会分三类来讲一些比较generalize的问题, 当然这个中间会有一部分已经是从亚麻的真题库里面抓出来的了, 然后分三类的话, 第一部分是性格考察类, 然后就是什么你的优点啊, 缺点啊, 然后什么那个你觉得自己最需要improvement的东西是什么呀, XXX之类的, 好, 然后呢, 接下来第二类就是尖锐负面的问题, 什么你为什么GPA这么差呀, 然后那个什么你为什么要离开现在这个公司啊, 你为什么跳槽如此频繁啊, 你怎么还没工作到一年你就要跑啊, 什么之类的这种非常offensive的问题, 这类问题怎么去应对, 怎么去把自己洗白, 然后怎么去负面问题正面答, 然后不仅把自己洗白, 还把自己刷亮亮了, 对吧, 然后接下来的第三类就是说工作模拟类的问题, 啊, 就是在工作当中遇到这种啊, tell me about the time, 比如说, tell me about the time, you were blocked by another teammate, 什么之类的, tell me about the time, 什么啊, you work on a project towards a tight deadline, 你很紧的 deadline, 你要怎么去解决啊, 这个地方呢, 我们会讲一点就是在直, 直项目管理上的一些方法论啊, 就是我怎么去用一个通用的方程, 一个公式去套一类的, 就是套所有类型的项目管理类的题目啊, 比如说他在 deadline怎么办, 我人手不够怎么办, 然后我这个项目那个client的要求太过分了怎么办, 什么之类的这种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然后你有了这些怎么办的做法之后呢, 你把它你加, 你根据这些怎么办, 加一点洗到你的自己的项目里面, 你就可以基于你的项目改造出一个故事来, 当然我会帮你去美化, 好, 然后在这三类的方法论介绍之后, 我们就开始就是做那个公司专场, 亚麻因为面的确实比较多嘛, 所以我们就会有亚麻的专场一跟专场二, 然后呢, 那个接下来在亚麻之后, 我们会有, 我们这个是接受了上一期学员的反馈, 就说因为Google的那个hypothetical question, 确实值得拿出来专门做一堂课, 所以我们就加了一节直播课在这里, 然后呢, 就是那个Google的所谓的googliness, and leadership, 也就是BQ的那个面试环节, 然后针对于Google的这些, 刚才我们看到了类似那种的, 神神奇奇的问题, 来做一个专场, 然后接下来就是在Google之后, 就是其他的各种公司, 也会有他们的BQ, 整体来说会跟亚麻差距不是特别大, 然后这个地方, 这一堂课里面是会教大家怎么去搜各个公司, 他的文化都是些啥, 我有什么样的方法能找到这些文化, 然后去cue这些文化, 然后后面呢, 就是在整个的BQ问题之后, 就是会有一个面试沟通, 这个面试沟通不仅仅是在BQ里面的面试沟通, 我知道在算法小班, 还有说项目小班里面会讲一些怎么跟面试官 clarify的一些过程, 这个地方呢, 我依然会是从, 就是我或者说我会从另外一个角度, 我会从一个, 因为我个人呢是不怎么刷题的, 我拿到一大圈SD2 offer的时候, 我只刷了157题, 所以我完全不是靠算法取生的, 我就是靠communication, 然后算法题我做是做出来了, 然后最优解大部分也最优解了, 但是没有最优解的部分, 最后我也过了, 就是因为我communication非常的强, 然后呢在这一堂课里面, 我会告诉你们就是我是怎么样用communication, 去拿到一个技术面的很高的strong hire的, 然后会给你们一些参考, 当然这个参考不是在所有公司都适用的, 比如说Facebook, 你可能就需要尽量写快一点, 不要管那么多的communication, 但是别的公司还是相对非常看重这些communication的过程的, 好, 然后呢这个接下来就是可能中间会涉及到一些, 如果说你们这个部分项目深挖的部分是答疑, 如果说你觉得你的项目不知道该怎么讲, 可以来问我, 然后那个部分的答疑, 我们可以来专门挖一下你的项目, 然后呢会介绍一下怎么去做包裹谈判, 然后就是介绍一下包裹谈判的一些基本的一些技术吧, 或者说一些技巧, 然后这些技巧最后我们当时还是会在你拿到offer之后, 帮你提供谈包指导的, 你可以来问我, 你可以去问上远的其他老师, 我们会有一个学员的那种拉到一起的群, 然后这个群里面你爱的任何一个老师来帮你谈包, 那个指导一下都是可以的, 好, 然后呢最后就是一个职场上的一些高效表达, 然后以及就是说你上案之后怎么去快速占为你的一席之地, 包括说你应该怎么去跟老板约玩玩玩玩里面该聊些什么东西, 然后比如说怎么去在职场里面相当于不要去做一个背锅侠, 然后再就是尽量避免被别人甩锅什么之类的这种神神气气的小东西, 然后除了世界直播客之外呢, 我们还会有一次简历代比, 这个简历代比就是我刚才说的, 你如果觉得你的简历非常好, 不需要修改的话, 那你是可以直接把它换成一次那个深挖的那个辅导的, 每一次辅导是两个小时, 这个也是两个小时, 然后你们可以看到简历的价格是比那个辅导要便宜的, 所以完了之后, 其实你换成辅导也是很赚的, 所以如果你的简历不需要改, 那你就不要在这个上面浪费你的钱, 浪费你的时间, 然后完了之后呢, 那个一次简历, 然后一次那个一对一的BQ辅导, 你想让我mark你, 然后给你feedback, 给你一个一个的修改你的稿子也可以, 或者说呢, 你要是想让我帮你在项目上面, 就是这个项目我可以怎么去完善它, 然后完了之后, 我怎么去把这个项目里面的东西给面试官解释清楚, 然后之类的这些也可以, 其实我觉得这两个是混起来的, 因为你达BQ的过程中, 你就是在介绍你的项目, 好, 然后整体来说就是这样, 最后总结一下上岸所需要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吧, 一个就是说, 你要有一个技术基础, 对吧, 你要有那个, 对于software engineer来说, 那就是coding, 然后design, 然后那个可能senior一点的, 还有system design, 然后你要有足够的精力, 然后这些精力里面还要有干货, 不能是说我就是抱着别人大腿做了些什么东西, 然后接下来的会有BQ的面试, 然后同时也有所有技术面也好, BQ面也好, 里面的一些沟通技巧, 甚至包括一开始跟面试官的一些问号, 还有一些提问的方式, 比如说你写完了代码之后, 你是应该咨询面试官, Can I start to write the code now? 而不是用一个非常起始句的一个命令的语气说, 我写完了, 然后不是我讲完了, 然后我开始写码了, 不要这样子, 就是很多时候这种细节的东西, 会让对方觉得听起来更舒服一点, 然后他这一点更舒服, 可能会有最后就会影响到一点你的评分, 然后呢, 就是我们这个BQ小班里面会cover的部分, 就是你在技术面试里面要讲得清楚你的东西, 然后呢, 你在你的经历里面要吹逼吹得非常稳, 然后你在行为面试里面, 我们会给你cover到所有的东西, 所有的那个面试所必须的一些技巧和那个技能, 然后呢, 在整个就是技术面试里面一些general, 包括你在工作当中的一些沟通技巧, 比如说你要通顺啊, 然后你要整个人讲得非常自信啊, 你要逻辑非常清晰啊, 想要得当啊, 这些东西, 这已经超过面试本身的范畴了, 我们在这节课里面, 是希望最后能给你带来这样一些掌进的, 前两期的学员在这个问题上的反馈都还不错, 所以我是挺有自信讲这句话的, 好, 然后适用人群的话, 基本上来说每一个, 每一个人在这个就是在面试, 或者说在职场当中, 都是会获得或少的需要一点BQ, 侧重点会有一些不一样,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senior的话, 那个面试的时候会更加需要去注重这个project里面的scalability的这种形式, 还有包括说立了一些junior的这些部分, 而junior的话更多就是我很有leadership的把这件事情完成了, 然后我respect the deadline什么之类的, 就是每一个level会有他自己的一些要求, 然后对于五人小班来说, 我们不会有特别杂的学员的这些混合在里面, 有些时候就是就算比如说有senior的学员和有intern级别的学员在一起, 就像我刚才提到的上一期的学员就有那个一带一的这种做法, 然后那一带一的这种做法, 如果说平时你要是在公司里面没有什么去辅导其他人的机会的话, 那么BQ小班就是一个你可以去补充这么一个精力的机会, 然后你可以去在这个过程中指导一下, 比如说在就是因为我们课程是互动的形式嘛, 那如果说我在讲一些项目管理的一些概念的时候, 假如说你有一些什么inspiration, 或者说觉得可以补充的, 然后或者说那个一个junior level的同学, 然后他答的不是特别好的时候, 那么你可以jump out, 然后来提出一下你的一些改进的意见, 然后我会基于你的改进的意见, 然后给一些补充, 或者说我觉得你的改进的意见非常好, 那我们就按你说的来, 对吧, 这个过程中就是一个交流, 然后你也得到了一些leadership的improvement, 或者说一些leadership的实践, 然后你也可以把这个将来拿去你的将来的BQ面试里面去说, 说我那个我曾经在一个study group里面, 你就叫我们这是一个study group也好了嘛, 我们在一个study group里面啊, 我曾经辅导过一个什么什么人, 然后他一开始怎么样呢, 最后他那个车结果怎么样什么之类的, 好, 然后基本上就是在刷题数量通货碰的年代, 你用什么东西跟别人拉开差距, 那就是靠communication, 我们的目标, 我的目标呢, 就永远不是只是送你们上岸, 我觉得我更想cover的是上岸之后, 各位同学的星辰大海, 好, 最后就是答应时间了, 然后看看还有什么问题, 什么是职业性格亮点, 职业性格亮点啊, 这是刚才在那个自我介绍的思维导图里面提到的, 职业性格亮点呢, 就是我比较喜欢去在自我介绍里面提到说, 比如说我个人是一个比较ambitious的人, 然后或者说我个人是一个比较fast pace的人, 我比较喜欢high stress的这种工作环境, 然后我因为我这个是每个人不一样的, 有些人他不是很喜欢high stress的工作环境, 然后或者说有些人他不喜欢这种fast pace, 他相对于比较喜欢那种就是flexibility, 就是比较有灵活性的那种环境, 然后呢这种你的preference是什么, 你可以根据那个公司的文化要求去提一嘴, 比如说假如说你想去fintech赚一大笔钱, 对吧, 因为我们都知道有一些顶级的fund拿钱, 给钱是非常慷慨的, 你想去fintech的话, 你想去那些顶级fund的话, 那你记得一定要强调自己是一个非常fast pace的, 然后非常在high stress的情况下能得到更多的inspiration的这种人, 这就是我所谓的职业性格, 因为那些公司他就是这样的一个风格, 他就是老板会直接怼你, 老板会七成二次的拼你, 然后什么东西都是加班赶的, 钱也确实给的非常多, 虽然等效时薪不是特别的高, 但是whatever, 有些同学很喜欢这个风格, 然后呢如果说要是你去面, 比如说Google这样子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宽松一点的环境, 你就千万不要说我很喜欢high stress的工作环境, 那Google会觉得你是一个异类, 虽然公司要求面试官不要judge, 但是你说这句话的话, 面试官很难不judge你, 好, 所以就是你说就是这种职业性格, 你根据公司的文化要求去选择性的去讲一下自己喜欢什么样的work style, 大约是这样的意思, 然后在职转行可以包装吗, 当然可以包装啊, 你在职转行的话, 就是首先在职转行跟在学校转行, 或者说重读一个什么项目去转行, 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因为你本质上都是转行, 那接下来你为什么要转行呢, 你的passion是什么, 转行一般来说, 当然你肯定是要往大的, 就是往好的方面去讲嘛, 就是说往那个宏大的主题去讲, 那就是你的passion是什么, 你不能说你只是为了钱, 这个有点不符合科技公司的这种高大商的形象, 对吧, 你要说一些passion, 然后这些passion可以是你基于某一件发生在自己或者亲戚朋友, 或者说你见到了什么东西上面的事情, 可以有一个契机, 也可以是你就是有一个比较宏大的理想, say你就是想帮助一些人做出一些什么东西来, 然后或者说改善某一个群体的某种生活状态, 或者说像我之前我就是跟人说我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target, 但是我觉得我就是很喜欢我的东西做出来被人用, 然后他们用的很高兴, 然后这个东西又真的能帮他们improve他们的生活质量的这种感觉, 然后所以generally, 我觉得software engineer是我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就是一个很好的新的目标, 因为他让我觉得我的人生活的有意义, I'm making some contribution, 然后因为我也是转行的, 所以就是这个过程中我就拿这个passion来说事, 非常的好用, 然后问我老师在技术方面是做哪一块的后端大数据, 我是目前是在做那个分布式后端系统, 然后但是我之前做过一点那个spark pipeline, 做了一年左右, 在那一年之后我基本上就是在做那个后端service, 目前我没有真的做到非常非常高的那种high QPS什么东西的, 但是我们的那个系统的复杂度特别高, 就是里面的components一堆tango在一起, 然后什么还有就是business logic比较复杂, 中间很多age case这种东西, 然后需要去handle, 然后怎么把一个东西设计的比较extensible, 这个是我们这个组比较大的一些挑战, 然后而且数据量很大, 就是QPS不高, 但是dataamount非常大, 然后如果说某个人三月中旬有亚马onside, 三月底有googleonside都会有bq, 时间线上是不是上这个小班有点来不及了, 你可以就少, 对然后小班课, 小班课的话一是说那两次一对一, 你是可以提前用的, 你不是非得等到就是到什么课程结束了, 你才用这两个一对一, 你完全是你只要就是跟报名了, 正式课, 然后你那两次一对一就可以用起来, 然后呢那个三月中旬开课, 这个东西是一个可以协商的东西, 包括说小班课每一次时间, 比如说每个周, 如果说上过其他的小班课的话, 大家都知道的那个上课时间是完全可以协商的, 假如说你这个就是其他同学都ok的话, 那我们星期一个星期上三次课也是可以的, 当然前提也是要我时间排的过来, 我可以去尽量去accommodate你们的需求, 然后比如说你最近要面试, 我们尽量的把, 或者说我们甚至可以把那个公司专题给调到前面来, 把一些方法论的东西放到后面去, 这样来调整我们的课程的大纲的顺序, 然后来就是适应你的需求, 这也是可以的, 如果你觉得就是逼科小班对你还是很有帮助的话, 你是可以报名的, 我可以帮你去调整这些顺序啊, 什么时间啊, 什么的, 然后如果说要是面试官对问到的技术, 你的project没有用过, 那你该怎么答, 可以答自己对那个技术的理解吗, 完全可以, 你可以说那我的项目, 我之前没有work with这个技术, 但是呢, 我读过一些东西, 然后同时我上过一些课, 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是我对这个技术的理解, 比如说在这个use case里面, 它可以怎么去操作, 或者说那个我对这个东西的底层, 我知道它是怎么运作的, 尽量去show off你的相当于是skill set, 总归是不会, 绝对不会扣分的, 然后你聊得好的话, 面试官会觉得, 哎呀, 你project没有用过, 你居然还知道这么多, 那说明你真的是很喜欢在课外去钻研, 你可以强调一句, 你说虽然是我的工作当中不用这些, 但是我平时特别喜欢做一些extended reading, extended research, 然后我就读到了一些这样的东西, 我来跟你讲一讲吧, 那面试官会觉得, 嗯, 你有一颗很好奇的心, 然后有strong motivation, 都是很好的, 面试官期望什么样的回答呢, 其实你没有做, 你没有用过一个什么技术, 是非常正常的, 尤其是如果说你不是一个, 怎么讲的, 比如说如果你是做分布式后段系统的, 然后又是那种什么高流量的那种情况, 然后那面试官, 假如说你在这种情况下, 你不知道message queue怎么用, 那可能面试官就会觉得不太满意, 但假如说你只是一个在三年以下经验, 或者说五年以下经验, 然后你做过的东西, 就是本身说没有到一个你要去面senior level的, 就是说一键大厂senior title的这种水平, 你没有到这种水平的话, 那面试官是不会对你在某个技术上, 有非常明确的要求, 你一定得懂很多, 你一定得用过这个, 如果说你有足够的了解, 那已经是很加分的了。 OK, 好, 那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因为我们已经超时很多了, 如果说要是没有其他的问题的话, 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如果有什么对课程内容的疑问, 时间线的疑问, 像刚才那个时间线的疑问就提得非常好, 我是很愿意去调整这个时间的, 然后只要其他的同学可以match, 那都是可以的, 之前我们还遇到过就是, 因为BQ一般来说是好几个人share一次直播课嘛, 所以大家分到的时间, 可能每个人在半个小时到40分钟最多这样子, 然后所以如果说要是你的时间感的特别的不巧的话, 那我可以把你的时间单独拿出来作为一个一对一, 然后当然这个一对一不会是两个小时的, 因为我们那个是正常的直播课是好多人一起share两个小时, 五个人一起share嘛, 然后所以如果说要是那个你的时间不巧, 我把你单独拉出来做一次一对一的话, 我会给你一个一个小时的一对一的session, 把这一次课的内容提前给你讲了, 然后后面的课就是真的上那些直播课的时候, 你可以来, 然后给大家讲讲你的经验, 也可以不来, 你那次翘课也没有关系, 因为你已经上过了, 这都是可以的。 然后如果大家有那个课程时间或者电容上的需求的话, 疑问的话可以在群里面继续at我, 然后假如说有报名或者费用方面的需求, 那个疑问的话就直接在群里面问三鱼和小年糕就好了。 那今天就到这里, 祝大家晚安。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